这是人能干出来的事吗 新手将女孩的衣服扒光 不仅从上到下看了一边后 还说她为什么不穿衣服 最终被揍得昏迷不醒躺了好几天 等到伊索再次睁眼瞬间起身大喊 诺奈你难道是故意的吗 可回答她的却是奥德赛 表示诺奈已经找当地人将她带出去 还让她带话给伊索 是她一直以来看透你 这也令奥德赛很是好奇 究竟发生了什么 伊索在听后某个一遍 内心还有点慌张 连连说到没什么 又赶忙转换 指着奥德赛手上的破书想知道头哪弄的 但奥德赛却表示这可不是什么破书啊 老贵了 是他从镇上老藏书管好不容易打开 才翻出这几本百年前记录永夜族的笔记 伊索一听电凑上前 看着书上记载着永夜族的力量 强步会随着时间而变 只要一到夜晚就能爆发出强大的力量 伊索眉头微重 这点倒是针对上了 又继续看了下去 永夜族曾遭受过无情灭杀 正是如此如今导致他们极度擅长隐蔽自己 奥德赛看后在一旁也很是感慨 这个种族可过的真采 又看向书上最后记载的一件事 永夜族的记忆力不是很好 伊索听后也是呆了呆 而就在这时楼下传来小贩的声音 老板我找到人了 伊索听后打算立刻准备出发 敲了敲自己保镖的大门 赶紧起床打工了 而门的另一边席琳早已按耐不住 一看到伊索就满脸通红 边走边问道 主人我们这是要去哪呀 伊索这时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满脸通红又是教主人的 只是开口没道 我们要去找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老人 随后经历了两个半小时的长途拔水 周围越来越红凉 身为魔法师的麒麟已然坚持不住 不停追问还要走多久 在前面的小贩回头表示 马上就到了再坚持一下下就好了 这也让伊索有些不耐烦之问道 你该不会再耍什么鬼吧 小贩一听立刻语气坚定 这哪敢骗你呢 我可是找了好几宿了 拥有无限金钱的他 却过着每周被追杀的日子 而如今他终于快找出真相 来到了永夜族的老家 找一位曾经救过蜗牛的老人 带路的小贩告知 这位神秘的老人精神和记忆力都不太正常 可依所却丝毫不慌 毕竟见识过无数大场面 他也知道该怎么 抬头望向远方思考着 又是记忆力出现问题的人 但总感觉好像遗漏了什么很重要的东西 可是到如今也只能继续前进 每走多久一栋小小的房子出现在众人视线中 本来早在末尾的麒麟 直接冲进去 但就在这时 一双手瞬间拉住他 将他扯了回去 席琳有些疑惑地朝后遗忘 只见一所眉头微重 只得他这种行为非常不礼貌 要是把老人家下晕了的钱怎么办 能不能有点尊老爱用 给席琳听得不仅有些一头雾水 什么准老爱用 他从来没听过 真是一世界的野蛮人 有些无奈的一所摆了白手 也不多做解释 表示自己先去用语言沟通一下 再敲了几下房门后 一位年长的老人缓缓推开门 略有些惊讶地看着他们 因为这里很少有人会来 在一所的一番解释下 老人将他们带到屋中 因为一所说他们是游客 走了很久然后迷路了 但能迷路到这里 也是争夺粗心的 随后一所直接切入主题 听说这里居住着 最后的永夜族 所以想过来见识见识 但真正的永夜族 好像都很凶残 要是真的遇到恐怕 会有危险的 老夫人听后微微一想 那您一定是鼓起勇气才来的吧 毕竟人心可不是非非己打 只是一句谣言 就为一个种族 打上了错误的标签 真的很不公平 世上存在的一切 都源于命运的安排 我已见过太多愚昧的人去干涉 一所听后 却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在这世界很多事情 都是不讲道理 或许是神的脑子坏掉了 来不及管吧 老夫人听后却笑了笑 这位小哥说话可真有趣 可世上的规则 还没有发生清醒 总有人要去承担 那部分痛苦 一所懦有所思 如果用不平等的条件做选择 那他命运永远都 这时老夫人的笑声 打断了一所 只见他缓缓起身 自言自语道 好像该做早餐了 不对我到底有没有吃呢 另一边一所 还沉浸在自己的思考中 难道他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吗 看来是老夫人 这下线索又要断了呀 也就在这时老夫人又开口问道 今天是星期几啊 一所如同条件反应 立刻秒回 是星期六 因为这是关乎他小命的事 根本不可能忘记 可另一所没想到的是 老夫人接下来说的话 让他惊掉下吧 我的威拉 给您添了不少麻烦吧 真是辛苦您了 曾有人提出过一个问题 如果你可以在这个世界上 拥有无尽的财富 但代价是被一只蜗牛追杀 无论用什么办法对付他都行 你愿意吗 蜗牛一小时只能爬8.5米 而人一小时能走5000米 这差距简直太悬殊 我们男主当时想都没想直接同意 可就在当晚一道漆黑的身影破门而入 男主目瞪口呆结结巴巴巴地说道 这位姑娘友和贵干 对方冰冷的眼神中 好似带着一丝不懈说道 击杀目标 说完手中的大镰刀刷得朝男主砍去 还好男主反应快往下一蹲逃过一劫 身后宝箱里的金币洒落一地 落在对方脚下 无动于衷眼神更加阴沉 这时男主恍然大悟吞了吞口水说着 我知道了 蜗牛成精了呀 随后转头就跑 可对方竟然不动声色地站在原地 从那之后男主的人生 只要一道点 成精的蜗牛就会出现 无论男主走到天涯海角 荒山野林悬崖峭壁 甚至在一处击窝 男主已然厌倦 如同被玩坏了一样失去高光 这不完全忽悠人吗 你杀了我吧 真的累了 蜗牛一听抬起他四十米长的大镰刀 男主一看立马害怕反悔道 对不起我还是先不死了 真是麻烦你了 此时男主来到了一座城堡之下 心中敢排道 不愧是传闻中哥布林王的城堡 光是看着就杀气十足 如果被抓进去 即便是那家伙也无可奈何我了吧 就在男主思考怎么进去之时 只听见门口两只哥布林冲的男主喊道 那边的人类赶紧给我滚开 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否则别怪我们给你抓进去 男主一听这不就能进了吗 也太容易了吧 立马摆出一副欠揍的表情 甚至还拍了拍自己屁股说着 你爷爷我就是不离开 除非你给我抓进去 小垃圾哥布林吃屁了 对面低哥布林一听 现在的人类脑子是不是不太好了 还有这种要求简直气人太甚 非得给你弄死 此时城堡的监狱之中 男主在他的日记本上刷刷的写道 我后悔了真的后悔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只是没想到这个馅饼如此之重 命运早已在暗中为一切标好了价格 这时隔壁监狱传来一声呼唤 伊索先生 您在做什么呢 男主名为伊索 缓缓收起自己的日记本说道 没什么就是在写一书而已 有什么事吗 诺娜小姐 诺娜一听满脸不解道 你写就写啊 但为什么要笑着写啊 写一书都要笑着写吗 伊索微笑安抚道 何必哭丧着脸 这地方不挺好的吗 诺娜难以置信地看向伊索喊道 你居然说这个地方挺好的 这可是哥布林王的城堡 哥布林王本就是王国里属一属二的强者 此处驻扎多年地定戒备森严 各种机关傀儡多得更是属不胜属 就算是王国的神圣骑士团来了 都不一定有 把握能将这里攻克下来 我还听说 有位大公为了救绑癌的女儿 率领大军朝这里发起了进攻 但还是让无人能敌敌哥布林王团灭了 这让伊索瞬间激动地喊道 这是真的吗 如果哥布林王真那般强大的话 那即便是那家伙也没用办法活着走到这里了吧 随即仰天长笑 诺娜委屈地看着傻笑的伊索 哇的一声直接哭了出来 心中绝望地想着 父亲也一直都没用来 而监狱里的人类也在慢慢减少 说不定下一个就轮到我了 好歹也要留个遗书什么的吧 哪怕没人看见 说完看向正在哼着小曲的伊索问道 伊索先生能不能把你的纸盒笔借给我 我也想留下一张遗书 请你撕一张纸给我就好 我可不想在死之前什么痕迹都不留下 伊索一听立马回道 哦我不给 诺娜刚要感谢还没反应过来 自己确定没听错后冲着伊索就喊 为什么不给我呢 伊索理所当然地解释道 因为我这笔记本的只是特质的 很难撕下来 这可是我的日记我的遗书啊 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诺娜无语地喊道 都要死了人了 还在乎那么多干嘛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自作多情了 能不能不要这么小气啊 我又不看你日记 快点把它给我 不给我的话我就要咬你了呀 刚探过头前后动了动 突然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伊索与诺娜两眼对视场面十分尴尬 没办法地诺娜抱去 闲淹泪流满面地说道 别看了快来帮帮我呀 我卡住了动不了了 这场景直接让伊索忍不住笑了出来 刚准备上前帮忙之时 只听外面传来哐当哐当的声响 伊索脸色瞬间难看了下来 午夜的钟声响起 下一秒天花板震动了起来 随时都能踏前 来了他还是来了 这个无论我身在何处 都会在周日凌晨非常敬业 准时来取我性命呢 蜗牛提着哥布灵王的头颅 缓缓走到伊索面前 一如既往的眼神 毫无感情地看向伊索 轰的一声墙面 直接砸出一大洞 扛着镰刀走向 以跪倒在地的伊索 举起就要砍下 这回真的要命了 一旁的诺娜看着这一幕 以为自己马上就要打了 直接大声地哭了出来 这成功地吸引了蜗牛看去 伊索一看抓准时机就是现在 从背包里掏出一枚烟雾 准王的头颅上 一脚踹了下去 很不得给他砸死 与此同时在城堡之下 一双大眼紧盯着门口 突然意识到什么 冲着一旁的雇佣兵吼道 你们是雇佣兵是吧 那为什么还不发起进攻啊 不是说一到这里 就会立刻动手的吗 我付了那么多钱 能不能赶快动一下呀 快救救我的女儿吧 一想到我女儿 居然会和那些肮脏的 危险下见低哥布灵过夜 会发生什么事情 根本想都不敢想 领头的雇佣兵 一听理智气壮的回答 报告康德先生 首先你先别着急 然后你还是别着急 废话文学说了一大堆 又心想到 你的女儿都被抓去大半个月了 该发生的都发生了 要不是给的太多 我们又怎么会被骗过来呢 但就在这时 一大袋金币出现在众人视野中 康德先生还比划了一下两代 倒台之上 领头的雇佣兵义正辞言道 兄弟们 空啊讨华哥布灵王啊 说完脑海中 缓缓闪过 来石路上那些路人的话语 这活都敢接呀 真是要钱不要命了 怪不得原来是外地来的 估计被骗了吧 真可怜 怪不得给这么多钱 这里迪哥布灵王 真有这么强大吗 可是钱都拿了 要是这时候反悔 名声肯定要烂大街了 但名声再怎么重要 也得有命啊 算了实在不行 就直接跑了 一旁的康德先生 看不下去了暴跳如雷的喊道 快点给我去进攻啊 都大半夜了 在过会都要天亮了个屁的 领头的刚响一声领下发起攻击 可这是悬崖峭壁之上的城堡中 发出了巨大的声响 轰的一道人影 从天而降伐了下来 安全落地 刚落地的伊索 还在心想之后怎么办事 突然发现四周围着许多人 还没开口询问之时 康德目不转睛地 盯着被伊索抗在身上 那道熟悉的身影 急忙地喊道 诺娜我的女儿 这让魂刚落地的诺娜 缓缓转过头 看着自己的父亲 立马哭了出来 说完晕了过去 康德一看瞬间 冲到伊索身前 抓着衣领气愤地说道 你这个臭小 对我的女儿做了什么 我要把你 还没等他说完 天上突然掉下来 一个哥布林王的头颅血花四溅 伊索急言怒涩道 真是个废物东西 看错你了呀 这番操作 让在座的众人 瞬间都毛骨悚然 诺娜的父亲 立马换了一副嘴脸迎上前说道 您真是厉害呀 居然杀了哥布林王 这不是为我们小老百姓造福吗 顺便再问问 我女儿的屁屁手感好吗 好的话可千万别客气啊 这操作也让伊索 太可恶了 房门外妇女二人 紧紧贴着正在偷听 诺娜不解地问向父亲 伊索先生这是怎么了 听上去非常的生气啊 父亲抿了名嘴 大有所误导 这大概就是所谓的传奇人物 拥有的一些怪癖吧 走此地不一声 说我们回房间去 父亲缓缓放下茶杯之后说道 我之前以为 他只是一个 没什么名气的强者 还甚至想着 把他收入麾下的 但后来好在 你老爹我足够谨慎 害手下四处打听 关于他的情报 不打听还好 这一打听可把我吓一跳 伊索先生居然在南京 还有一个响当当的外号 人们称之他为孤高的勇者 诺内越听越不对 这名字也太中二了吧 一脸难以置信 父亲一看 自己女儿的神情又解释的 你可别不信了 为父的情报 可从来还没错误 况且伊索先生的这个称号 确实是他识打识打出来的 又神秘兮兮地说着 不妨让我再告诉你一个秘密 你以为这次的事情 是他第一次这么做吗 大错特错 他从前可是自己 孤身一人潜入恶魔巢穴的 而且还不止一次 就为了将那些骇人的魔物 斩草出根 这究竟是何等的勇敢与精神 就如同为父曾经的光辉岁月一般 是那么的伟大 诺娜此时不以为然地吐槽道 竟然是这样的吗 所以他才会在牢里呆得那么开心 父亲仿佛没听见 已然杀不住车 滔滔不绝地说道 反正关于伊索先生的传闻 真真假假的事还有很多 不过那些能共通的话题 应该就是真的 其一 伊索先生都会随身携带一本日记本 在上面记录着那些穷凶极恶的魔物 每当他解决一个魔物之时 就会把这魔物的名字从中画掉 此时的伊索心中可恨地想着 真是太废物了 垃圾哥布林王 本以为是的救星 连个蜗牛都打不过 其二 伊索先生拥有一个机关滑翔伞 在他顺利解决魔物之后 会使用他迅速撤离现场深藏明就 一边的伊索看着自己的滑翔伞 满脸靠谱地说道 还得是你啊 好路第一名 要不然我早就被那蜗牛弄死千百次了 其三 有相当多的人有幸 在伊索先生战斗时路过 他们都一同听到过伊索先生高呼 舅舅啊舅舅 诺娜这是不解的问道 这又是为什么呢 父亲哼哼一声 掉了掉胃口才继续说道 大家一开始也都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后来大家看到那血腥的现场时 终于还是明白 伊索先生是不想继续沉浸在杀戮之中 无法自拔呀 即便是为了正义 内心已然向往着爱与和平 他也非常希望谁能来拯救他 伊索此时趴在桌上心中摆烂想着 救救啊 谁能救救我呀 帮我杀了他把求求了 这时被他父亲成功洗脑的诺奈心中满是胆动 父亲这时继续说道 其次 也是令我最敬佩的 即便是伊索先生也并不喜欢战斗 甚至能说是非常厌恶战斗 常常每一次血战过后都会感到异常之疲惫 但他可以说是从来都不休息 都会在极短的时间内结束战斗 然后立马再投入到下一次的战斗中 去解救更多的人类 这就是孤高的勇者 只要是这个世界上还有恶魔存在 他就会站在最前面 绝不停歇 伊索绝望地躺在沙发上 内心仿佛在嘶吼 每次都这么手持来杀我 就让我休息一下吧 真的太累了 法定节假日都不放过 太过分了 父亲此番演讲也已达到高潮 这就是我们伟大的伊索先生 你就是我的神 诺奈听着听着浑身颤抖 支支吾吾地说着 父亲他也太伟大了吧 像这样伟大的人 我想 我一定要嫁给他 这番话语直击他父亲灵魂给争猛了 不是等一下什么情况啊 究竟是做了什么事 能让附加千金 无数贴贴的端茶倒水 任劳人怨非你一架 甚至只要看你一个人 实怕你无聊 主动前来找你聊天 我们男主伊索就被这么对待着 虽然诺奈心中想象的是自己一种人 脚踏七彩祥云 用公主抱来迎娶过人 虽然用的是野猪扛蛋 本质上是差不多的 就差给孩子起什么名字 为了讨好伊索 又是亲手冲咖啡 又是蛋糕 又是老母鸡汤 甚至还提出一起玩游戏 就问如果是你拥有这样完美贤惠的女友 下班会几点回家 可我们的伊索可不这么认为只觉得喧嚣 玩脑子都在想 接下来要怎么对付温柔 一一拒绝还访问道 难道你就没事情做吗 算了我还是出去走走 我们都知道在恋爱中的人们脑袋瓜子都不吵灵光 诺内一听脑海中自动翻译程序约会 心中乐开了 花时刻准备出发 乖巧的跟在伊索身后 心中所想 真没想到这么快就到了约会这么一步 这次想找对象的姑娘们要注意 约会技巧之 约会的地点与主动权 纵血周知男人都是嫌麻烦的生物 当没有明确的目的地时 那么这个时候机会来了 主动提出去哪时 这样的话既决定了目的地 又仿佛给了男人主动选择的机会 简直就是两全其美 诺内黑黑偷笑着 赶紧陷入我绝妙的陷阱之中吧 随后表现得非常自然 上前询问道 伊索先生想去哪里逗走 可让诺内没想到的是 伊索斩钉截铁立马回到 去炼金工坊 诺内一听如同晴天霹雳 这和剧本写得完全不一样 震惊的同时 不知不觉已然走到工坊 百折不挠的诺内也不灰心已然凑上前 这里就是光辉成最大最好的炼金工坊了 店员一看有客人来便询问道要做什么 伊索从兜里掏出图纸地上前 想做一套激光傀儡 可让伊索没想到的是 店员竟然直接转头拒绝 诺内一看这机会不就来了吗 真没想到伊索先生竟然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激光傀儡这种普通匠人都能制作出来的物 身为高贵的炼金师又怎么可能去煎呢 岂不是自降深 那么身为这家工坊大苦工的女人 就该轮到我驸马 但就在这时伊索做出了一个举重震惊重点 只见伊索掏出满满一袋子金币扔在桌上 地旁的诺奈看了下一大条 这可不行啊 难道伊索先生不知道对高贵的炼金师使用金钱 这种行为好比就在践踏他们的尊严吗 这下完了彻底完了 就在店员刚要发火之时 伊索话也没说更是变本加利低又丢出一袋 这可给店员整得更加愤怒了喊道 你这是在侮辱我的人格呀 刚说完伊索就使出了他的超能力 砰砰砰连着几袋子金币扎在桌上 店员此时仿佛被金币所淹没无法自拔 但就在这时在他一旁的另一位炼金师猛拍桌 将他从幻境中摆脱道 真的是够了 你这个尊贵的客人 这个工作就交给我吧 诺娜此时已然傻眼 被金钱的力量深深震撼道 片刻之后工房开始忙碌了起来 伊索看着忙碌的店员询问道 这个滑翔伞傀儡还好吗 店员仔细地检查了一遍不由地感叹道 这个激光傀儡做的可真精致 不像是一般匠人所做 只要稍微重置一下就可以了 伊索一听缓缓说道 兄弟可真是好眼光 这套装置确实不是匠人所做 而是同样出自炼金师之手 好像是叫什么史特尔的一个人 下一秒店员的手停了下来 激动地颤抖道 你说的难不成是史特尔杰拉斯大师吗 简直难以置信 他可是王国境内最为出名的炼金大师 这几乎每个人都知晓他的名字 他可是炼金师里的传奇人物 可是特尔先生又怎么会去做激光傀儡这种东西 伊索只好无奈地回答 虽说一开始他确实不怎么愿意 但直到我用金币堆满他的炼金工方后 不过话说回来 给我工作过的炼金师里面 你是要的最少的内力 当伊索说到最少的女士 店员瞬间心肺停止 仿佛自己的自尊心被来了一拳 被打击到的店员维米不振 转身话也不想讲埋头股干了起来 不宜会崭新的滑翔伞傀儡出现在伊索面前 正如你所见此滑翔伞设计的如此别致 讨讽敢拉吗 因为是一次性的只要用一次就给他去修 店员还打包跳地说道 我修出的东西质量这一块没得说 你只要不去用它 永远都不会的 伊索仿佛充耳不闻刷地摁下机关 不然间一旁多了尊实相 伊索转身看向十项坚定的眼神中盖着肯定 竖起了大拇指 你速度这么快就修好 我只是想课试一下 你可真棒 不过现在还得请你再修一次 刚才的维修费我会再付一点 店员刚响还平淡听到后面那段话 心中刚燃起的火焰瞬间被金币烟密 双手交叉在胸前傲气地说着 那得加钱 伊索一听也只好顺着他敷衍的味道 行行行 竟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修复 确实很厉害 马屁一拍顿时就不一样了即刻的 那是自然 我祖上代代都是这样的 像这种玩意我从小就拿来当玩具手 只能说是熟悉的再不能熟悉了 伊索想着确实这小伙有两把刷子又说道 那既然如此 你帮我做一个能束缚人行动的炼金作物 对于从小学习的店员来说 炼金这次非常知名 立马来的竟冲到伊索面前推销道 一说到要束缚这边强烈推荐 六芒星打阵 这款新品是本店主打产品 就连灰光城的城防部队都在使用的炼金反正 威力束缚方面更是不必多说 就连北地的巨人都能拦住 伊索心中幻想一下又无奈的说道 只能拦到巨人那可怕不行 那么 奥菲尔之嘴 这可是魔力的产物 会根据对方的魔力来调节强度 这可是王城用来束缚那些监狱里 最大恶极的死刑犯所使用 伊索皱了皱眉头又说着 哦这个我知道 早已经弄断了不知道多少条了 没关系本店还有 爱拉登的紧身衣 恶魔之惊奇 爱泽拉口气 伊索一一摇摇头 店员一脸厌恶的说着 你压的是来找茬的事吧 这些都不是狠行啊 能不能不要太花里胡哨的呀 我想要那种比较简单粗暴一点 店员满脸气愤的说着 要是想要朴素一点的话 那你去搞史莱姆年夜好 那万一能完美符合你的要求 这可让伊索灵光一闪 史莱姆年夜 店员解释道 对啊 就是那种能发射出史莱姆的装置 等我 你该不会是 想要吧 顾一会一组就画出了一张图纸 店员师傅接过后 看了看呆在原地 一旁店员也凑了过来 直接震惊道 这是剪笔话吗 怎么可能做得出来啊 店员师傅一听也回答 对啊 可是 可是 他实在给的太多了呀 那么多钱我不想放弃啊 画面一转 一大早城中冒险者公会人满为患 大家都一同看向告示台上 居然一个史莱姆 就可以换一个金币 下一秒 整齐华裔的抄家 朝城外的大平原上出去 受死吧史莱姆 早就看你们不爽 唯明除害养冲啊 与此同时康德家中 洛娜匆匆忙忙的吃完早饭 起身就朝门外走去说着 我就先去练金工方了 中午饭就不用帮我留了 康德和管家也都无可耐和 管家这时说道 小姐最近和一所大人走得是越来越近 不过这也没怪 谁让一所大人是个大英雄呢 康德皱了皱眉微微说道 英雄嘛 可是英雄万一哪天要是死掉了 也就只能活在人们心中 这样下去可不是个办法 想必一所大人他肯定没什么钱吧 如果要是真走到那一步四处漂泊 那可不行 管家快去拿点钱来 管家心领神会立刻明白道 好的我马上就去拿钱顾个杀手 把一所给咔嚓掉 刚说完 康德与管家互相对视场面十分之尴尬 随即康德气愤地敲着桌子吼道 拿钱是让一所离开我的女儿 那家伙连哥布林王都打不退 你去顾个杀手有用吗 只见这个男人拉来一车金币 朝大家喊道 钱我给大家运过来 不要急拍好队 一人一同 此时康德拎了两袋子金币走过来 看着满屋子的史莱姆 还以为自己走错了 这时身旁又重过一辆装满史莱姆的车子 刚一停下一堆人立马奔勇而上抢的泄会 边说道 整个西郊的史莱姆都已经被杀绝种了 看来需要去其他的地方引进一些了 康德看着眼前这一幕差点惊掉下来 诺奈看着父亲问道 您怎么来了 怎么还带着两袋钱 康德闲冤复区地转过头说道 知道你要谈恋爱特地跑来给你送钱的 诺奈啊 你一定要记住 虽然我们家是穷了点 但做人一定要有骨气 诺奈一听回想了一下 在练金工方的这些日子还算有骨气的吧 每天都陪在伊索先生身边 和伊索先生总陪在店员旁边 但终于今天不用去练金工方了 这下店员要怎么跟我抢伊索先生 如初的机会来了 满脸心愤地推门而入 惊吓地发现伊索躺在位子上一动不动 连忙担心地喊道 你还好吧 如果有什么心事能和我说一说吗 我真的很担心你 只见伊索提毙地回答 也没什么 就是在思考事情 话说一半 一道身影破门而入说道 伊索先生史莱姆年夜武器做好了 原来是店员来了 伊索仿佛回光反照一般猛站起身 说到太好了我这就去 店员又贴心地问道 对了诺奈小姐夫去吗 不对 哪来的杀气啊 诺奈强烟翻笑道 我自然是要去的了 此时练金工房中 隆重地介绍声传来 这件举世无双的炼金语气 莱姆金 联合度增强了一百倍 我愿称它为绿之吐息 这都多亏了您啊 才能让我们有机会 完成一件如此伟大的炼金座 说完台下重炼金 是立刻拍水叫做 店员在一旁看不下去 他曹道 这不就是个自水枪吗 还真能扯呢 台上一所看着手中的武器 黄黄说道 这把武器做的 实在是太棒了 这就是我想要的 心中又暗暗想着 该死的蜗牛 这周日就是你的死期了 转眼间到了星期六 山谷之中传来阵阵吼声 明天就是人类的圆灯节 到那时将是 整个辉光城防御力量 最为薄弱的时候 那时我们就要用行动来告诉人类 我们巨人一组魂 瞬间下方巨人战士们吼声掏体 可其中有位巨人不解地 看向四周疑惑地说道 真是奇怪 这地方的史莱姆都上哪去了呀 还想找两只来解解馋吗 圆灯节 那是什么东西 一索黄黄停下 拿在手中的不问 诺纳玛而激动地解释道 那可是辉光城最有特色的责任 一索先生你第一次来到辉光城 就碰到圆灯节了 可真是太幸运了 一索和尚书叹了口气说着 是吗 原来我还能和幸运这个词挂钩啊 这可真是难得 那这所谓的圆灯节是在什么时候 诺奈一听立刻回到 就在这周日 圆灯节那天 辉光城会有放飞灯的习宿 那时数以百计的飞灯 会缓缓升起飞向中 漫天灯火会照亮整个辉光城 在民间还有个团说 只要那天对着飞灯寄托自己的心愿 然后就回 此时一索已经有画面了 蜗牛柜提着镰刀一路卡关 晚上好啊一索 你跑到哪里我都会找到你 我会与你度过每一个星期天 诺奈还在幻想 圆灯节当天 路边还会有很多的小吃摊 能吃到许多平时吃不到的美食 但只要错过了就很难吃到 尤其是那家只有在圆灯节开店的爱之肉丸 一索此时的画面 快趁热吃了吧 你已经没有下一个圆灯节了 或不对 你已经没有明天了 依索与诺奈一想到圆灯节 不行了不行了 不能再想下去了要出事 但就在诺奈搭着桌子羞涩的刚想开口时 很被啪的一声打开 依索先生你在吗 店员一看诺奈凶声恶煞满脸杀气的看着他 仿佛再多说一句就会背 实相的店员立刻关上门海 原来依索先生不在 那我先跑 一看店员走了 诺奈上演了一波金句便利 那让我们一起度过这个快乐的圆灯节吧 时光飞快的流逝已到周日圆灯节 大街上热闹非凡人满为患 人山人海之中只听见依索海战 这肉丸也太好吃了吧 真香啊 老板再来一串 而且你们这个牛肉丸居然真的是牛肉丸 还没一点科技 诺奈在一旁不有感叹道 可真能是啊 都递十串了 老板看着这小伙子也忍不住说的 这位客人竟然能一口气吃下十串牛肉丸子 既然如此这么喜欢我们家丸子 那这个就请你收下吧 这可是只有能一口气吃完十串丸子的人才能得到 依索接过仔细看了看这丸子手链 随后又看向莫娜 诺娜此时内心如同小鹿乱装 难不成依索先生要把这手链送给我吗 当诺娜还在自我感动时 依索竖起大拇指给我点了个赞和关注说道 点赞关注的家人们可真溜皮啊 诺娜听闹闹了闹 撕心裂肺的喊道 老板我也要吃十串 我也要那个手链 可老板难堪的回头 真是不好意思啊小姑娘 这手链我老婆就只做了两个 在你们来之前 另一个手链已经被一个女孩子拿走 诺娜一听如同失了之一般 被女孩子拿走 那也就是说 在这座城堂 有个女孩子和依索先生带着朋友娘的手链 这让诺娜伤心欲绝外的一声哭了出来 碰哭流涕的对着老板喊道 老板快给我上牛肉串 一旁的依索完全不懂局势的说 你也想吃了是吧 真的非常好吃 诺娜转头看向已经被依索带在手上的手链 又磅声大喊 我还要在家一瓶体酒 不对是要两瓶 顾一会指定格的一声 一所在一旁满脸敬佩地看着喝多的诺娜问道 你还好吗 诺娜一听醉醺醺的转过身手舞足道的回答 没事没事我一点问题都没有 再过一会就到零点 这里就会放很多好看的烟花 真是期待 刚说完 只听空中修的一声 一所 一烟花在空中站立 激动的诺娜久多醒 指着烟花对着一所喊 快探快探开始 一所看着空中绚烂的花族触目心探道 好美 回想一下自从穿越到这个世界里 已经好久都没这么放通过 诺娜此事也沉浸在回忆之中说着 一所先生我每年都会来这开烟花 但因为父亲一般都很困难 所以只有我一人 但今年不一样了 这也是我第一次两个人一起过人登节 一所先生和你一起过人登节 真的很快乐 一所此事看向诺娜 心中歉意地想起来 对不起诺娜小弟 已经快到零点 我要离开了 远处飞来一道深意 轰的一声砸出一个大坑 守成士兵大声喊道 是巨人族 巨人族攻进城了 这让此处上一秒 还沉浸在喜悦之中的人们 立刻疯狂逃窜 诺娜不安地看着四周慌张的喊道 一所先生 我们快跑啊 诺娜轮在原地 一所的身影早已不见 就在这时塔中传来阵阵声响 原来是到零点了 伴随着钟声与高跟鞋 踢踢踢踢的声音 蜗牛慢悠悠地出现在一所面前 一所早已等过多时 可当他抬头看去之时 惊讶地发现蜗牛的手上 也带着一串丸子手脸 一所难以置信地 又看了看自己带着的手脸 确实没看错是同一团 回想起那肉丸店老板说的话 只做了两个 另一个被一个女孩子拿走 立马大吃一惊地看向蜗牛 女孩子吗 你也能算是女孩子 给我说实话 你手上的手脸 是不是抢了其他小姑娘的呀 太坏了 蜗牛鸟都不秒一所 抓起自己的镰刀 就朝一所砍去 一所见状 举起自己的绿枝吐息 朝着蜗牛 就是一发超大量喷射 将蜗牛包裹在气中 与此同时慌乱的人群中 诺娜气喘吁吁地奔跑 可就在这时 诺娜被一旁跑过的路人 撞倒在地 刺了一身自己的裙子 也被踩破的大洞 脸直接贴在地面上 哆哆嗦嗦地爬了起来 泪水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 心中委屈地想着 你明明都把我 从那么可怕的监狱中救出来 可为什么这一次 却要离我而去呢 难道是因为我配不上你吗 男人果然都是 靠不住的大坏蛋 说着撕下一被踩坏的裙脚 又脱下自己的高跟鞋 缓缓站起身 心中仿佛多了些什么 诺娜呀诺娜 现在能一套的也只有你自己 我绝不可能死在这 迪索你给老娘看好了 迪索喘着大气 身后背的史莱姆明夜容器 已是空空如影 看着眼前这一大头物体 又四处观察了一会 思考到这是成功了吗 貌似这里面是没有空气 而且已经过去了 这么多分钟都没动静 那只能说明你 就是这只该死的蜗牛已经 迪索随即养天长笑道 终于啊 你这蜗牛终于栽在我手里了吗 可知道我这些日子 是怎么过来的吗 你这不尽人情的家伙 每周天都那么准时的来杀我 知道我有多痛苦吗 可另一所不知道的是 蜗牛竟然没敢 从另一边缓缓破除 一所此时还在破口大骂道 你根本不知道 我这绿色土系的含金量 现在再给我动一点 动不了了吧 你不是要杀我吗 倒是快点出来啊 我就站在你面前 你能把我咋低 但就在一所得死之时 踢踏踏踏的高跟鞋 声从一旁传来 直接让一所撕得到细口的人气 猛的看去还真是蜗牛 刷得跟发了风一样 转头就跑 阵阵国粹声从一所嘴中发出 此时诺奈跑着跑着 前面人突然停下 害得他一头撞了下去 人们惊骇地看向 倒在身前的巨人扶闷 巨人手领一声领下 小孩全都带回去吃 大人要是敢反抗 就全都杀掉 说完巨人慢慢靠近人群 这时一声孩童的哭声 顿时引起了巨人们的注意 妇人紧紧抱着自己的孩子 疯狂朝着四周海的救命 可换来的却是冷眼旁观 但就在这时 诺奈从人群中走了出来大声喊了 助手放开他们 巨人掏了掏她百年没挖的儿时 以为是自己听错了又说道 你要不要听听看自己在说些什么 你凭啥 诺奈气愤地吼道 你们要东西拿走便是 不要伤人性命了 刚说完诺奈就被巨人一把 抓在手里嘲笑道 可你们就是我们需要的东西 像你这样美丽的小姑娘 要是落在我们手里 你知道等待着你的结局会是什么吗 我先给你上上课 让你提前感受好 适应一下 收着另一只手又伸了上去 抓向诺奈的连衣裙 自来衣服碎裂地生想出来 但就在诺奈痛哭流涕绝望的那海声中 一发套战阵中巨人脑门 保住了诺奈的清白 原来是诺奈的父亲康德和店员来了 康德看着泪流满面的诺奈安很道 不哭了不哭了 雇佣兵知道巨人攻城之后全都吓跑了 现在终于让我找到你了 一旁的店员眉头紧皱地又说着 小姐快振作起来 城主带着士兵全都弃城而去了 我们只能靠自己 这是愤怒的吼声从身边传来 你们这些该死的人类 今晚一个都别想活着 康德刷得举起长剑挡在诺奈身前 坚定的眼神散发出自信的光芒说着 老夫今天就是拼上自己这把老骨头 你也休想动我女儿一根寒毛 下一秒康德就被巨人刷得一下抓起 我看行 那俺现在就把你这副老骨头拆了 便脸边的比翻书还快的 康德立马委屈求全地说着 大哥行情好 刚刚毕竟气氛都到那了 不说点什么也下不了台吗 诺奈看着被抓的父亲 拿起地上的长剑冲着巨人喊道 放开我父亲 我要一剑砍死你这个混蛋 康德见状慌乱地喊着 诺奈你疯了吗 别管我了 快点和店员先生一起跑 这可给巨人棱住了 居然想一剑砍死案 你以为你是人者 既然如此难案就陪你好好玩玩 店员在一旁举着自己的小钢炮说道 小姐我来给你打辅助 听见这句话语诺奈一咬牙 猛的蹬起冲向巨人 受死吧 高举常见的诺奈搜的飞快冲上前 只听扑通一声 因为举的实在是太高而导致重心不稳 摔倒在地 巨人见状忍不住大声笑道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拜年剑法吗 又从地上拿起长剑递了上去 来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这下你放心好了 我一定会把你带回去的 你也太好玩了 打辅助的店员这事看不下去 轰的发射了一炮咬牙切齿的说着 可别忘了还有我 但似乎炮弹的威力并不是很大 丝毫没有造成一点伤害 反倒被巨人一拍飞了出去 空中转体720度 砰的撞向墙壁倒地不起 失去内心的巨人握了握自己的手 看着周围的人类缓缓说道 真是个没用的废物 俺已经玩腻了 兄弟们把这帮玩意都给杀了吧 又灵光一闪想到了有趣的事又说着 哎 我想到了的好玩呢 怎么不如来比一比谁杀得多吧 这可让别的巨人一下子来了兴致 全都点头冲赞道 好啊好啊 那还在等什么赶快开始吧 已经是迫不及待了哥们 忽然远处传来急促的奔跑声 伴随着撕心裂肺的呐喊 混蛋赶快给我让开 别看 说的就是你了 快让开始听不见了 说着说着还将自己的绿枝土吸扔了出去 一旁诺娜听到这熟悉的声音急忙跟了上去 那是 伊索先生 此时巨人还在大声笑道 真是笑死 这个人类是逃跑迷路了吗 可以眨眼刷的一下 巨人们的身体瞬间都被一分为二 诺娜飞快地抱住伊索满脸委屈地说着 伊索先生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的 周围的人们此时也反应了过来 全都围着伊索 他就是伊索先生 是他杀了巨人 太强了把一招就全都解决了 不亏是大英雄啊 伊索此时心中万匹草泥马在奔逃 看着自己四周被人群淹没无处可走响的 这回真的是要死翘翘啊 蜗牛加上史莱姆年夜竟然还有疑速的家长 今天追伊索追得格外的快 眼看就要追上了 这时跑到了一处城墙之下 伊索一看心中窃喜道 真是天助我眼 随后自己的靴子突然长出翅膀 猛着一灯朝城墙上飞去 这下蜗牛总不能还会飞上来 就在伊索上墙之后 内心满是崇拜自己激高一筹之时 转头看向下方 活翠传来窝子 真得这是忘了 蜗牛还能爬墙的呀 就这样伊索一直在逃亡的路上回到现在 人群之中伊索被团团包围 感动崇拜尊敬救命之恩 伊索大人我就知道您会回来救我们 小伙子原来你这么厉害 怪不得可以吃我家电十个肉丸 英雄听我说 谢谢你因为有你温能的刺激 伊索刺客百分无奈撕心裂肺的海 你们在说什么呀 快跑啊 要不然一会大家都得一起 又用旁光瞄了一眼 忍出狂欢走来的蜗牛 亡亡了这回是真的死翘翘了 蜗牛这时看着人群中 那摟着伊索的丸子店老板 带着手链拿着镰刀的手微微颤语 做了一会思想斗争之后 满脑子已被丸子所占据 手中的镰刀也往返放下 好吃 不行 下次一定 等伊索再看去 是已经不见蜗牛的身影 松了口气难以置信的想着 啊 这就走了吗 为什么呀 又捡回一条命运 运气真好 眼前这位发出阵阵恶龙咆哮的 正是一直在苦苦追求伊索的蜗牛 不 应该是算是追杀 伊索某做起 原来是一场梦啊 还好醒啊 要不然我都想以身相许 投怀送抱 这时一旁的诺奈 直接贴上前雷拉了出来 满脸怀自责的孩子 伊索大人终于醒了呀 原谅我了 我不该怀疑你要跑路的 伊索完全没反应过来 随后诺奈在一旁 重新讲述了一遍前因后果 诺奈巴拉巴拉 伊索永永敷衍至极 懊恼地捂着头在想自己的事情 所以蜗牛杀掉的那群巨人 最终大家都以为是我干的 又成了蜗牛的恩惠 真是可恶又失败了 瞧都麻袋 那蜗牛手上戴着的丸子手练 直接起身出门 诺奈疑惑地询问到要去哪 伊索边走边说着 有件事我必须去确认一下 这实在是非常重要 你照看我很久了 就待家里好好歇着吧 诺奈一听呆了呆 哎呀 这肯定就是在关心我 一定是的 没错 又直接躺在留有一所气味的床上 滚起了床单 关心就是认同 认同就是接受 接受了就代表着结婚了 伊索大人 你也太大胆了 孩子就叫一步吧 但又想着 身为伊索大人未来的妻子 掌握着丈夫的行踪 绝对不是跟踪狂的行为 便闻这位就找到伊索 此时的伊索来到了那家丸子店 老板恭敬地说道 伊索大人明示说 那天领走了另一条丸子 项链的你还吗 今天他也来了 而且就在半个小时前 伊索惊讶又仿佛早已料到 半小时前吧 所以那家伙并不是会和那种NPC那样 每到周日便会刷新在我身边 那肯定就是在这个世界上 活生生的一个人 这样的话 我只要能跑得足够远不就好了呀 但话又说回来 这个世界上又没有飞机高铁 什么的要怎么跑 这时丸子店老板一边说到 一边往都里掏着什么 他特别喜欢吃咱家的丸子 而且我今天见他手链脏兮兮的 就帮他重新换了一条星座 蒙 这个就是那条旧的 上面刻着威拉 应该就是那位小姐的名字吗 突然诺娜从一旁 生长了出来对着老板说道 来得最新版的肉丸 又仿佛真是刚好遇见一般说着 哎呀 这不是一所大人吗 竟然能如此之巧的这遇见 这不就是命中注定上天安排的吗 可此时的一所 甚至连看都不看诺娜一眼心中想着 而且就算要跑能跑去哪个 哪里能比较难以到哪 诺娜自顾自地吃了起来边心想到 那就让我来陪陪孤独的女儿 毕竟谁让你是我救命恩人的 可千万不要被错意哦 正吃着呢 突然意识模糊了起来脸上的通 差点过去 诺娜仿佛能喷出火来一样 这也太辣了吧 店长在一旁看得倒是晶晶有味笑道 客人这就是最新款见过味的 一所此时头疼地想着 况且他到底是最终定位的 好玩啊 但就在这时远处一身荒唐生传 一所看去只见两位炼金师 正抬着巨人的盔甲 上面隐约有着一刀横 但并未砍入 连忙上前查看 两位炼金师看着一所朝他们 走来都恭敬地打着招呼 多亏了名乃一所大爱 不然我们这些人全都要遭殃了 一所摸着盔甲上的伤痕眼神 异常犀利问道 这玩意到底是什么东西做的 画面一转来到了炼金工方中 年长的炼金师 见多是广一下子就认出了 这可是北地寒体啊 穿戴他的巨人至少是个小头目级别 据说是生长在千年雪山上的寒体 而且还算是世界上最坚硬的存在之一 这方话语顿时引起 其余青年炼金师的吹跑 一所抚摸着北地寒体 眼角留下了相见恨婉的泪 一旁诺娜尽收眼底 到了挑眉心中感叹饱 那眼神 错不容 是对一块铁疙瘩饱含生气 为啥呀 此男人脑中竟然全是这种方面 不是将这位柔弱娇小的少女关在笼中 就是想着被巨人凌辱 还有冰封在雪山之少 满脑子都他的一所越想越兴奋 因为命运的安排成为天雪之分 能拥有无尽的态度 但代价便是被一位美丽动人的蜗牛妹子追求 并且每周日十二点会准时出现在他身边不离不弃 无论天涯海角 就问你爱了没 此时的一所在炼金工方中 被一群炼金士团团包围 身前还摆着一块大铁疙瘩 一所拍了拍潮中炼金士说道 多少钱都可以 我对这玩意非常感兴趣 这可让炼金士们互相看了看 摇摇头脉不作声 这是一位炼金师傅站了出来无奈的回答 一所大人 并不是我们不行 但实在是由于喊铁的制造工艺比较特殊 是世界上最坚硬的存在之一 而且我们这边是没有的 况且此物还是巨人族质宝 肯定也不会卖出 这让一所直接沉默 反手抱着铁疙瘩就大哭了起来 一边敲打着一边喊道 要是能用他打造一副盔甲 我不就是刀枪不露的了 这话炼金士傅听后又补充道 其实喊铁并非无敌 有个致命缺陷 就是沉重无比还不好运输 此话直接让一所毛色顿开灵感涌现 看着角落中的大铁笼子 挠不出了画面 就是这个 我要去北地 你们随我在那炼一座喊铁球龙 无论多少钱都可以 话音刚落中炼金士 想都没想斩兵截铁的立马回来 不去不去 居然会把我们捏成肉酱 然后裹面包吃掉 还请用三四一二 一所大人 突然待在一旁的诺娜猛的意识到什么 既然这些人都如此抗拒 这时候只要我挺身而出的话 那么就成了吗 此女人脑中竟然全是这种画面 爱已经充满整个身体 诺娜 果然只有你才能陪伴我一生 我们结婚吧 孩子就听你的教医不好 接下来的话 一起自行劳补 诺娜由于一次意外 被抓进哥布林监狱 但一所却挺身而出疆 他就同死一发不可收拾 深深爱上了这个买 另一边的一所与众炼金士正在商讨 炼金师傅见一所应是执疑要去北地劝逼 巨人们对人类的态度只有奴役和仇视 而且在北地生存的巨人 可跟先前那些杂鱼巨人不一样 战斗力更加凶悍 一所此时脑海中心 要是他们都穿着寒铁灰 那岂不是一件双雕 美滋滋啊 炼金师傅继续说道 况且北地与辉光城相隔甚远 一路之上必定艰难险阻 要是没有庞大的后勤保证 三分钟会冻死在路上 一所此时脑海中的话 什么就这么定 一件三雕啊 两眼直接冒金光连连叫好说着 这地方我还飞去不跑 谁想与我同行 下一秒钟炼金师直接顺移朝后猛的退去 只留了为店员先生孤零零的轮在原地 店员名为奥德赛 一所猛地冲上前握住奥德赛的手 往外激动你感激 我就知道你和我是同一类人 无知之有 以后咱就是一根绳上的骂掌 奥德赛立马慌张地转过头 看向师父说着 不行的我可是签了学徒合约的 不能离开工坊啊 光去只见自己师父正在转让合约粘上之后 周围堆满金币 完事直接转交给一所 现在他是您的人 如同菜市场中 您拿好 好嘞 还是你家菜新鲜 一所拖着奥德赛便朝门外走去 地上的枯垫海娘满脸不情愿 此抓着门槛不放 诺娜在一旁柔情逆一等 一所大人我先回家和爸爸商量一下 马上回来 一所面无表情冷漠地回来 好 不要勉强自己 等诺娜往后便蹲下身 对着地上的奥德赛劝说着 你现在别无选择 放心我会每个月支付给你工资的 可地上的奥德赛依旧执着 我可不是那种人 别想着能用金钱收买我 我是不可能跟你去拜拜送死 一所竖起大拇指直接开头 一口价月洗一千金币 地上的奥德赛猛地坐起来 储蓄金越多得到的红绳也就越多 此时一所与奥德赛来到商人洗手 这里倒退都是满身与臭味的减伤 刚进门映入眼帘的便是一位商人 在训斥自己的手下 真是废物 纺织品的利率得拉到30%才有得赚 你还要我说多少遍 突然意识到有人靠近便转头看着 态度立马360度大转变 哎呀呀 这位不是拯救百姓与水火的英雄大人吗 在下是辉光城分商会者 一所大人您今日前来可是有何分谓 内心却很是阴险的谋划着 传闻这小子非常有钱呢 要是给他伺候好了 以后不就能烙一大笔钱了吗 一所却漫不经心的说道 我要在这周日前到达北地 会长一听北地表 请立马银塑了起来的味道 你能信任我们稍会使满东西 但你也不能提这种不可能的需求吧 一所直接掏出一份清单甩在会长面前 只要给我准备充足此清单上交代的事 就可以做到 会长以他多年生意的经验有准够好的预计 缓缓打开清单 直接瞪大双眼 难以置信的指着清单中 独角兽二十匹直接失声 一所却满不在乎的说道 是用来拉车的 目瞪口呆的会长看着一所心中想着 这小子不会是在玩我吧 又解释道 一所大人您应该知道 独角兽是极其珍贵的物种 哪怕是皇家也只有三品 而且都是用在机殿上作为瑞兽工夫 况且普通人更是无法调配 一根筋的一所直接打断说道 没事的我有钱 这差点让会长把费多克出来说的 这不是钱的问题 这么说吧 我们商人协会是有严格的贵宾主体制度 目前来看您还没有资格 一所又直接打断 毫不在意地掏出一条红绳说道 我知道 红绳会员吗 我有 会长一看差点笑出声 原来只有一根呢 我还以为起码会有两根 果然传言不可信 立马变得轻视了起来说道着 可能您还不太明白 按照商会的规矩 处境越多等级越高 也没别的意思 只能说一所大人真是风险 咱们这有心道的马牙驴牙也是有 可令会长没想到的是 一所根本都没把这什么红绳会员 放在心上都快忘了 这时才突然想起说道 这个红绳我是有不少 但因为实在是太多 就被我制成毛衣了 如同不可抗力一般会统 直接单膝会定 随胸口献出心脏道 一所大人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 一所大人的要求就是我情境的方向 愿为一所大人赴汤导火再走 先前提到过红绳在商人协会 就是地位的象征 一根红绳代表着一方的小妇人 三根红绳则是一城守护地 而石灯红绳那就是王城守护 这基本上是商会所有人的认知 但这个认知却在今日被打破 因为来者穿了一件毛衣 这个世界上真的会有人拥有一件 由红绳之城的毛衣吗 那该是什么地位 会长已经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言语 来表达自己的心情 立刻一副讨好的神情说道 爷 指令已经给您都发出去了 请问还有什么分 一所此事正悠哉悠哉地将外套穿上 遮住了里面那件看起来有些 但实则吊诈偏的红色毛衣又问道 周三一早就出发了 没有问题吧 这让会长使劲揉了揉 那些僵硬的脸颊还以为是听错了 眼中满是迷茫通了吞卡 在喉咙里的痛苦艰难的回答 周三 一早 只有一天半的时间 不管怎么想都还是有些 看一所眉头微微一皱 两眼瞪向自己 稍稍露出了些许不悦时 会长立马改口脸颊直流冷汗的 不管怎么想都还是非常充裕的 还请您放心 后天一定能让您看到所需要的一切 又有些难看的说着 还有一件事 作为向导的雪精灵是非常特殊的存在 那位大人的身份地位 恐怕 一所看出的会长 担忧一点无所谓的 放心好 这个人我认识他会来的 此时一处宫殿之中 正午的阳光透过玻璃 照在了雪莱那银白色的发生 目不转睛地盯着手下交上来的文件 而这一幕刚好被推门而入的助手 看在了眼里 恶魔多姿的身段 曼妙的身材 洁白如玉的肌肤 再搭配上那无可挑剔的舞 助手不由敢的叹谱 优雅 真是优雅 世间还有能比这更加完美的领主 眼前这位完全诠释了优雅二字 就在几个月前 洛西城堡受着南沼泽中的 蜥蜴人侵扰 只知道剥削民众的废物成主 甚至都没有任何底下 带着轻尾跑的无影迷踪 这顿时让整个洛西城都陷入了群王 但作为孤儿的雪莱大人 却为了报答大家的养育之恩挺身而出 无自艺人与蜥蜴人谈判 没有人觉得他能成功 都以为雪莱大人遭遇了无策 但他却闪电般归来震惊了所有人 困扰洛西城的蜥蜴人 静夜之间消失不见 甚至连同整个沼泽都被挖空 虽然雪莱大人一直表示另有欺人 只不过他的说辞没有人相信吧 毕竟谁能没理由地出手拯救洛西城呢 更别提归来后的雪莱手上还系着一根红绳 通过这红绳联联系上了商人组绘 得到了一大笔钱和物资用来建设洛西城 这就更让人们确定的一切都是雪莱的 而雪莱大人也在众浪所堆中成为了洛西城的新城主 此时助手从沉思中回过神来 为雪莱端上了一杯红茶 本是贴心地放在了她的手边 雪莱接过吹了吹缓缓说着 让我来做城主真的好吗 直到现在我还觉得活在梦中 一旁的助手立刻回道 怎么会 您一直说这一切都是那同位露面的路人做的 但我们都知道 是您太谦虚了 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怎么好的男人 刚说完灰光城中一锁猛的打死喷 雪莱有些愣神转头看向窗外 回忆起那段今生都无法忘记的过往 嘿嘿嘿 小姑娘竟然一个人就赶来送死 过一会就把你烤来吃了 这时只听见远处传来一声声急促的呼喊 要死要死要死 在那男子的身后跟着一位少女手破镰刀 大不留心的一块 但由于沼泽太滑 那位少女直接打滑失去平衡 手中的镰刀也猛地朝地面砸去了 顷刻之间沼泽剧烈涌动如同火山喷发一把 连同带着蜥蜴人朝天空飞去 而那男人刚好出现在雪莱面前 手中握着一根红绳身心俱疲的说着 带我走出这 这个给你 不知所措的雪莱也只好延听进口 点头秤势 堂堂一城之主又是如此美丽动人 竟然被要求去当一个像头 一旁的助手看着手中的性质更合而道 简直气缘太甚 一个富豪想要进入雪山需要一个像头 所以他们希望由您来担任 还要求明日之前在一个叫辉光城的地方集合 这个叫一所家 不就是有点钱吗 太猖狂了吧 雪莱听了微微有些愣神 并没有像助手这样激动 反倒是颇为冷静地问道 你刚才说谁 那个富豪叫什么名字 助手又看了一眼心意乎的回答 是一个叫一所的吓唬 他可是想让您去给他当像头 雪莱微微汗手 然后直接站起身 朝着身后的助手说着 现在被车 这可直接给助手 拢住了待在原地呢 去哪 雪莱语气坚定回答 自然是去当像头 回到辉光城 这两天的康德属实有些坐立不安 周一的下午 当自己唯一的女儿 和他说起想去北京的时候 他的心情是震惊而愤怒的 直接了当 当场拒绝 洛娜却不乐意了 满脸不情愿地问道 为啥呀 康德早就知晓自己女儿的心思说道 肯定是一所那小子 要去北京你想跟着去 我的恋爱脑傻女儿哟 为什么这么执着于这么危险 毕竟没有哪个父亲 会愿意看到自己女儿身负险境 可洛娜越发无理取闹 大喊大叫道 本身我也想游离四方了 全当仗长见识 求求了 而且这怎么会有危险呢 到时候还会有很多人同情的 康德一听在他看来 这小子虽然有钱 但是没有丝毫权力 不可能拉出一只愿意 和他一起去送死的队伍 更别提规模了 那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所以康德心情顿时就好了起来 边抹摸着诺奈的头边说道 那好 只要那小子能扣起 全国最顶尖的探索队 我就让你跟去抖地 诺奈瞬间欣喜若狂两眼发光 突然大门被管家猛地 推开慌忙的喊道 老爷您快出去看看 大街上不得了了 城中辉光城子干道上 一匹匹毒角兽 正拉着一辆辆车 缓缓的前进 周围聚拢了许多民众 人群之中 康德难以置信地 看着眼前这一幕 这未免也太夸张了 车队后方驶来一辆华丽的马车 诺奈看到伊索也在一旁 刚要打招呼之时 马车门被轻轻推开 此时伊索走了上去说着 感谢你能接受委托 华丽的马车中 雪莱满脸兴奋地看着伊索 许久未见雪莱 早已抑制不了自己的心情 急忙跨出马车道 好久不见伊索大人 但也因此穿着高跟脚 没抬舞 直接滑倒在伊索身上 来了个甜蜜香拥 这一幕让远处的诺娜 直接失化着人 已是神智不轻受不了 这么大的打击晕了过去 用最温柔的语气 说出最伤人的话语 诺娜你知道谁是世界上 最可爱的女孩吗 谁呀谁呀不会就是我了 不不不 当然是这位顾白貌美 金银长尔浑身上下 诺娜猛的睁眼 发现四周围着许多人 在一旁的康德焦急地说着 终于醒了 我的女儿你刚才怎么突然晕倒了 呆了呆的诺娜松了口气 原来是受不了这么大的刺激 直接晕了 还好试个梦还有机会 便看像站在不远处的雪莱 搜了一下奥利诺内秘技之空间位移数 直接到雪莱面前伸出手 就开始打探敌情 你好呀 我叫诺娜 是一所先生最好最好的朋友 一边雪莱也伸出手里冒回她 你好 我是洛西城的城主选 这是什么 如此耀眼的光芒 人世间竟然还有此等于 这么美还是个城主 刚要开口抱歉打扰了一只手 拍在诺娜肩膀上 来者正是她心心念念之人伊索 她会作为向导带我前往北地 我之后就全靠她了 话说你刚刚怎么突然晕倒 是太高兴了 不想连天的诺娜心中又开始了 她天马行空的幻想 既然是城主怎么能丢下 自己的人民和工作到处乱跑 以她的美貌与地位没等到北地 估计伊索大人就要忍不住开婚了 这样下去可不行 我要告白 已是好不容易鼓起勇气的诺娜大喊道 伊索大人 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要对你说 算是我人生中做的最重大的决定 这也让我想了好久 此时诺娜内心憋了好几级的力量 再也忍不住 动起来 快动起来呀诺娜 现在不是害羞的时候 说出口法 和那女人的圣子 继续说道 我其实想和你 当有一位主动追求倒贴的美丽女孩 更是复加千金 无论如何都要和你在一起 你会拒绝吗 此时的诺娜正鼓足了勇气 发起攻击大声喊 我其实想和你 一起去北地 这一刹那空气瞬间凝固 诺娜心中想和嘴上说的完全不一样 双眼对视片刻 只见伊索竖起大拇指道 那明天一早就出发 周三的这天正午车队准时上路 在辉光城门口 送行的人们对这支队伍的突发 献上了最崇高的敬意 毕竟大家都明白 此次旅途中的困难记忆 一旦成功 那就是一场旷骨缩金的壮举 就这样伊索离开了辉光城 在众人的固守之中 踏上了去北地的漫漫征途 甚至有人还为此写下一首诗来记忆 在风雨飘摇中 在血雨泪中 剑是垂下了剑 法师合上了你 是你是你是你 力挽狂澜牛肯前昆 月下的大英雄 人民的衣服 这百年来 确实有不少试图进入过北京的人 但像他们这么庞大规模的队伍 也就这么一局 所以伊索还是颇为自信 甚至可以把坡为取点 完全不用担心 自己会在雪山里合体 唯一担心的就是 那只可恶的蜗牛会不会还跟过来 但又转念一想 都这样的绝无可逃 便沉浸在喜悦之中 与雪莱探讨规划路线 但队伍中并不是所有人 都像他一样高兴 比如此时的诺娜 表情简直就像是雪山本山 脸上的寒意让人看一眼 就忍不住感觉到浑身发凉 死死盯着不远处的雪莱 看着他们二人如辅亲密 但又仔细想想 不过人家那么漂亮成熟 还是一成之主 比我这种富二代不知道 强好几百分 而坐在他身边的奥德赛 顿势沉默不知该怎么劝说 就在这时诺娜却主动开火 对着他问起 但肯定是我更胜一筹对的 奥德赛首先是冷了冷 立马反应过来的 我和您的看法完全一致 为了保命 迫不得已说出了善意的谎言 一听奥德赛表示非常赞同 诺娜那顿势就来紧 又开始了他的异想 首先我比他有更多的时间 可以陪在伊索大人身边 身为成主可没这么悠闲 其次我早就看出伊索 对罗莉更感兴趣 我的年龄也更小 只能说是非常合适 然后我出场平次最多 无论如何还可以混个眼熟呢 这么一说完全胜死了 此时的奥德赛一走到马车外 大叹一口气道 跑端端的被拽出来去北地 现在还整这出 好高兴啊 就在奥德赛手脱塞思考人生时 一边马车门被推抬 伊索缓缓走出一眼瞅见奥德赛 立马冲了上去搭在他的肩膀上 飞飞鞋子 我们马上进入寒流谷冲去了 现在已经决定去一个 叫做古德的巨人独领地 但如今只是可惜 此探险队所见的小匆忙 还没有定下总管事的职位 那究竟是让谁来当吗 假装咳嗽了几手 奥德赛不忍口嘲道 这么拙劣的演技 真是大可不必骗太口嘲道 那个 其实还没等奥德赛说完 一只手直接紧紧握住他 一所满怀激动之情来喊道 其实你非常想当的对方 那么通知所有人改路的事情 就交给你了 无知之忍 最终奥德赛还是妥信 已去掉五年的起源 下工资翻倍的条件答应了下来 一所还另加了一条 必须每天都得清点人数 千万不能多出个什么人 奥德赛边走边怨声带道 还会多出什么人 不少人就不错 谁会愿意跟你去那个坡地 一转眼已到夜晚 此时粮食车厢处 传出阵阵兮兮索索的声音 只见角落中防缓亮起一盏灯光 蜗牛闻着胃 提着灯一步一步朝着 堆满肉的地方走去 时不时还发出吞咽声 食物的诱惑力根本无法当去 蜗牛竟然开婚案 那家伙相当之离辅 双眼放电 嘴里还能喷 我才不是什么逃兵 我这千辛万苦 还得以跑回向您汇报 北地 一拓毛巨人一通 胡言乱语 侥幸忽悠了过去 看上去就很聪明的巨人 组长立刻回到 你竟然能从这帮鬼神之手下得一幸 真乃远世啊 古德部落欢迎你的加入 于是便如愿以偿地当上了门位保安 辉光城被巨人入侵了当务 就在巨人们四处劫掠之时 一道身影刷刷刷 巨人们的身体四分五裂血肉红飞 而在一旁转脚音 走在最后对以幸存的一拖毛眼 睁睁地看着这一切 刚好不远 促人们纷纷冲上前抱着一个人 理所当然的就以为是他干的 真是恶魔啊 快跑啊 周六的正午 车队在极为顺畅的旅途中 一搓毛自言 自语悠哉地望着风道 真是一群傻子 随便编点假话就能不能过去 不过我可真是命大 那样的家伙这辈子也不想再见到 就在这时惊恶地看向 有出大雪 跟飞模模糊糊的一场条车队 黄欢时 难以置信地说道 这人类的车队怎么会踏足北溢 我再看看吧 望去 一个华丽的马车开了一个小方 再次拉近 只见一人头从中探出 虽然当时只是匆匆一瞥 但他这辈子都不敢忘记那张脸 不会认错了 是他 就是他 恶魔追来了 肯定是想杀我灭的狗 他整个人都不好 那一碗的恐惧瞬间又重回心头 但他忍不住喊了出来一边 又猛地冲了出去 恶魔来了快通知组长 有一位好的向导是多么的重要 车队始终都行驶在一个正确的方向 并没有迷路 而出发之前所担心的那些问题 都在一所强大的金钱攻势下化为乌鱼 以至于车队中 每个带有觉悟而踏上了这趟旅程的人 都觉得有些顺利的不可思议 此时的车队已经快抵达古德巨人部落 一所从车窗外缩回道 黑飞我们快到了 再忍耐一下马上就到达目的地 一旁披着后毯子的奥德赛大喊道 快把窗户关上啊 冻死人了呀 再说的那又不是什么好事 去和那些家伙打交道 一定要想心中的小心 不然稍不留神就直接没命了 一所满脸轻松无所谓道 你就放心吧 不会出什么意外的 一会功夫 车队缓缓驶入了部落里 不 应该是某的撞进了部落里 逼死尴尬的挠了脑头道 真不好意思 独角兽素斯因为太冷情绪 可能有些暴躁 撞坏了你们的城墙 双方就在这僵硬的氛围中 剑拔弩张 巨人组长硬着头皮开口问道 人类你们来这里做什么 一所依旧没有丝毫紧张 一边走向前 一边手伸入自己的胯包总导 别紧张我的朋友们 是这样的 我来这里其实是和你们做个交易的 可巨人们什么时候见过这么有的人类 通常见了他们都是吓得瑟瑟发抖 一副生理上就被彻底压制的 可眼前这位的表现 淡定的简直就像是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 又见一所摸死 联想起之前那一脱毛的说题 愈发觉得是真的 组长与几名巨人都下意识地往后退了几步满脸惊苦 纷纷举起武器指向前大声道 你不要过来 站在那里不要动 手里在拿什么东西 而一所确实很淡定 毕竟在这小半年里 他一直都在被那只蜗牛追杀着 一直都在刀尖上游走 一直都在死线上蹦迪 无数次死亡的边缘徘徊 一般的危险已经不能让他感到害怕了 不过对于巨人们如此大的反应 一所还是很意外的 明明只是想来做个交易 想着想着又多跨出了一步 慌张的巨人们立马又呐喊了 可恶的人类说了不要动 手里拿着的是什么东西交出来 一所有些无奈只好将包里的东西拿了出来的 是苹果的 你们这不是血就是石头 肯定需要很多食物 所以我带来了很多粮食和日用品 只要你们孵出一点点寒铁就行了 北地寒铁 生长在寒冷的高山之上 巨人足视为质宝之物 就在一所的叙述中 族长的脸色也一点点难看了起来 就在这时一旁的一坨毛巨人大声吼咆 简直疯狂 你这臭小子竟然盯上了我独质宝 就算你是鬼神我们也绝不答应 寒铁可是上天给巨人一族的馈赠 又怎么能拿来做生意 一所也是一脸无奈拍了拍身上的血刀 别这么死板了 放心好了 我的诚意也是非常足的 又不是白条女 眼见言语实在是无法说清楚状况 变手打一响指 两辆沉甸甸的车修地出现在众人视野边 一所走上前抓着门把手对着众巨人说道 我还给你们带了很多钱哦 都在这里面 你们看看呢 说完便防缓拉开车门 巨人们只觉得面前闪过了树道金光 像是奔潼的大海一样 瞬间就掩盖了独属于雪山的白芒 在太阳的反射下显得如比刺影 是真的在涌出来 就像是在开闸防水一样 顷刻间淹没了他们 古德部落大门敞开 两位巨人手扑着红地毯 中央摆着一大张桌子 上面堆满了诱人的脉 时倒上了可口的美酒 一阵清脆的碰杯声中 巨人组长立下了豪言壮志 我宣布从今天起 巨人与人类视同生死换难运共 干杯 台下的巨人们纷纷大喊 庆祝着历史性的移民 一丝毛巨人此时却不在现场 跑路这个念头一旦兴起 那就彻底停不下 他环顾四周 没人注意到他后 他就偷偷摸摸凭借着巨人 一族优秀的秀局 轻而易举地找到了 人类粮食车的位置 自说自话的 疯了真是疯了 那傻族长竟然和恶魔 做交易迟早的玩玩了 但当一搓毛打开车门 时不由地轮在原地 驶车里竟然还有人 一个穿黑衣戴着黑色多帽的人类 女子正坐在车厢中 此时正握着一块肉骨 刚好易脱帽与他面面相许 本就不是很灵光的大脑 开始飞速旋转 一阵思考不厚道 竟然有个女子一看 就没什么战斗力 抓走卖给奴隶贩子 还能换点木粉 你可别怪我残忍了 于是便伸手朝女子抓去 蜗牛微微偏了 偏头眼神瞬间锐利了起 下一命 易脱毛只觉得一阵天旋地壮 身体四分五裂 小小人类竟然能随意使唤 比他们强大数倍的巨人 原来有钱真的可以为所欲为 此刻大雪红飞 山顶之上 易脱与奥德赛正看向下方 来来往往的巨人们 虽然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怀疑人生 毕竟这几天三观正被不停地冲刷 看着眼前这一幕早已麻木 不知该如何吐槽地说着 你跑这么大老远 就为了看这帮巨人们造一个大铁笼子吗 一旁的易脱不屑一步地说道 看来你还是不够了解我 我这是在躲避死亡的角落 死亡如风 长半无身 满脸嫌弃的奥德赛转头就走 冷哼一声 从那把史莱姆枪开始 我就知道你精神不太正常 与此同时 诺奈看着远处这一幕小声嘀咕道 这叫什么事啊 俩男人整天搞在一起干嘛了 怎么又抱起来 怎么就不来抱我 就在这时雪莱的声音 传来温柔的语气询问道 诺奈小姐你在干嘛呀 转过头的诺奈看着眼前 这位齐尔银发优雅美丽的女 牙床都要咬碎了随后回到 只不过在探风景吧 而雪莱却在她边上坐了下 诺奈有些不知所措继续问道 您好歹是一成之主 放下手中的工作 跑到这种地方到底是为了什么 如同导师斑腿灿的眼睛 是那么深邃的一人 雪莱很认真的回答 其实是因为我与她的命运早在无形 之中缠绕在一起 如今是我欠她的 只要她需要我 我无论何时何地都会来到她身边 诺奈嘴角微微抽搐身体周围 如同形成了一个保护罩 是那么的排斥 边上这位转头看向窗外冷漠的回答 六 画面一转此时众人聚集 一旁身为车长此时 很是忐忑不安地 看着一旁的伊索与奥德赛首导 刚才在清领布务时 就发现这雪地中插着半截尸体 而且发现我们还少了 整整一个月的食物 听到这伊索只能联想到育员 真是个可怖的家伙 不仅搭我车还天天追杀我 我就算了 居然连大米都不放过 究竟是人性的扭曲 还是道德的沦丧 不就是吃了一车粮食 然后砍了一巨人吗 但这又能怎么样呢 还不是只能原谅他 可毕竟是死的巨人 身为组长当然得讨个公道 你们到底对他做了什么 正当一所不知如何回答之时 奥德赛站了出来 理直气壮的喊道 等等这话 不应该是我们问的 为什么巨人会跑到 我们的凉车坟 而且我们还少了这么多食物 也只有你们巨人能吃这么多 再说了这种伤口 肯定也不是我们人类能造成的 只可能是某种巨型灵 你们这样无凭无惧 栽赃陷害怀疑我的 难道是想破坏 我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关系 好好回去给我找找内鬼 猛烈的还击 让巨人们纷纷哑口无言 好似没发生这件事一样四散去 这也让一旁的一所满脸崇拜好厉害 而从小擅长研究炼金的奥德赛脑袋 本就比普通人要灵光 当然也知道这件事情没那么容易 也想到早些时日一所说过的话 让他小心多出来的人 手指一所大声质问道 你应该知道 那个能杀死巨人的东西 绝不是什么野兽 就当一所准备盘录事实的时候 奥德赛他那无比聪慧的小脑袋瓜 飞速运转脑补 被死亡所追赶 难道那个传说的真的吗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位邪神因为不满人类上交的功能 于是决定毁灭整个村 而这时一位勇士站了出来说道 便已承担所有人的诅咒 让恶魔追杀他一人 同此这位勇士带着此生都无法摆脱的诅咒 永远都在躲避追杀 只可惜在不久之后便有不幸一事 此时奥德赛说话的声音都变了 就连看伊索时也不再是 从前那种充满鄙的眼神 而是充斥着崇敬激动地继续说道 原来你不 你也同样背负着那种诅咒 他是拯救世界的勇者 牺牲自己而被抖动 从此走上一条永远被追杀之路 可事实真是如此 被追杀确实没错 但要说拯救世界可另有其余 此时的伊索被奥德赛那番推理之下 自己都快走 内心无比挣扎 究竟要不要告诉他真相 毕竟从小被灌输这种奇怪的故事 如今知道真相后会不会伤害到他吗 这让我真的很难做 看着伊索那淡然的神奇 真不亏是强者如此苦难之下 还能保持如此心态 于是便一只手 拍着胸脯一只手指着伊索 如同志友一般道 我懂你 放心吧 我是不会让你死 伊索嘴角忍不住抽了抽钢 想开火却又不知说什么 现在我该做些什么 毕竟气氛都到这里应该燃起来了 与此同事风雪之下 短短一天半的时间 就已完成了所有工作 建起一座由含铁打造而成的铁楼 这是巨人组组长 看着眼前这庞然大物思考的一个问题 眉头也跟着缓缓皱了起来 这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而且又重游大药怎么担念 一旁一位巨人摸着脑袋 哇憨憨的说道 他好像说过今天就能派上用场 还说什么决战之事一道 组长一听脸定立刻瞪的溜远道 不对劲啊 这铁龙很明显是给我们准备的 可恶的人类果然是来向我们复仇 这一切都是陷阱 另一边陆难微笑的找到了伊索询问道 你怎么一个人待在这里 笑容之下心中却想事 老娘找你半天了 都多久没和老娘说过话了 我不动你就不动事了 可伊索却一直因着脸黄黄开脱 如今有这么一个女人困扰了我很久 她就像是幽灵一般一直缠着我 我实在不知该如何是好 诺奈一听当场泪奔 伊索大人真是在讨厌我 这时伊索却继续说道 那个人你也见过还记得吗 这一刻诺奈内心的失落 顿时被喜悦所填满一顿乱吹到 害得我不思乱想吓死我 而就在他们顾眼处 蜗牛已举起 镰刀时刻准备冲上前 将伊索头颅斩下 这时一声有力的话语 从他身后传来 原来小独粮这么独自一人在这 快和我们一起进屋吧 今晚可是有大贪门 就这样伊索又躲过一起 从小热爱钻研练金术的他 如今又自我立下一重要目标 那就是誓死守护眼前这个人 因为他是个大英雄者 就万千寻重于谁 甚至还被大魔王追杀 此时奥德赛拿着一本小册 在一旁发着什么说法 如果你能告诉我 那怪物到底是什么样子 我就能对此制定对策 伊索看着奥德赛 还是有些不太习惯沉思着 乎且是个人形生物 一身黑色斗篷 手上常常拿着一把夸张的镰刀 重点是凶很大 没一会伊索他们便受到 巨人组长的邀请前去赴宴 宴会的气氛可以说是表面上很好 仿佛巨人和人类 那千百年积累的仇恨 在这两天相处的时间当中 统统消散 而背地里组长却吩咐 一会把麻药悄悄加到酒里 将他们麻晕过去 我们这次必须要先下手为强 而且要记住这个事情 千万不要捅漏风声 今晚别喝太多 还有千万不要捅漏风声 组长说今晚就要开展 千万别让人类置疼 就是这样 我们组长在那人类的酒里面下了麻药 就在这时躲在墙角的诺娜 从头到尾听着这一切 心想这怎么行一所大人 这次就轮到诺娜来保护你 与此同时入座的双方一副 将要拔酒联欢的氛围 居然组长率先开口 一所先生怎么不喝呀 这可是我们居然组 最有特色的史莱努酒啊 心想快喝呀 怎么不喝奶奶滴 亏得我忍痛拔出 如此美味的史莱努酒来诱活 一所此时却想 要不是指望你们来帮我打下 蜗牛赶紧 而下一秒 居然组组长还以为漏响了 只见一所猛地将酒杯 砸在了桌子上还可怕 这酒肯定是要喝的 但现在还不着急 毕竟这可是历史性的荧幕 既然如此 那我就简单讲几句 也是想了想 说哪几句 那我就说这几句 就是我们来到这谷格 这个好地方 很好 这个合作很好啊 对此我有三点展望 第一点就是 那一晚巨人终于回想起了 被人类之谷的恐惧 身为人类的一所此时 正在一堆巨人中 开始了他的顶级废话文学 什么历史性的时刻 什么亲身经历 什么共同奔赴美好明天 台上众巨人 早已记不清到底说了多久 有些话分开知道是什么意思 但凑在一起 就完全不知道在讲些什么 完全就是精神上的折磨 该死 人类好强 就在他们快要崩溃的时候 一所结束了他的演讲 宣布可以吃喜 一瞬间巨人们都要感动地哭说 纷纷用尽全力的那行 方夫掌声雷动 这时巨人组长端七 酒杯递了上去 讲了这么酒快喝点酒润润喉 一所看着酒杯中 那黏糊糊的液体满脸抗嘱 终究还是躲过喝这玩意 那就小喝一口 就在酒快入喉之时 一句急促的话语打断了诗 一所大人不要喝呀 诺乃双手抱胸 眉头紧皱死死盯着桌上 那杯酒又看向巨人组长 巨人组长此时心中猛的一颤 有着不好的音乐 难道这个人类女子发现了有问题 于是便连忙几时 这酒里肯定没下药了 你看我也是喝的是这个酒 这可是我珍唐多年的史莱姆酒 而诺乃依旧执着无所畏惧面前 他高出数倍的巨人大喊了 那你倒是先喝一口汗 你好歹是巨人组长肯定没先你 组长看向手中的酒干脆就喝出 为了巨人足够未来牺牲我一人又何妨 在诺乃锦丁的眼神中 酒杯咕噜咕噜冒泡的声响中 背后越发冒着冷汗 再也忍受不了 当即将酒杯往桌子上一砸露事了 你们这些无理的人类 抄 那一生将酒杯摔在桌子上 原因竟被发现酒里有麻药 要不是他们实在点得太多 早就冲上去一场拍死 随后巨人组长脑修成露嘴头就走 而诺乃却不乐意 因为之前还说他无理 刚想开头反噗 却被一旁的奥德赛 从身后捂住嘴提醒了 不要了 他们可是巨人那打不过的 算了算了 咱就别跟他一般见识 我送您回去休息休息好不好 就这样晚宴终于在一片热闹声中 结束回归季节 巨人们该喝醉的喝醉该走 连形影不离的奥德赛 也终于离开了伊索身边 伊索此时背后却有些发凉 十分没有安全的 自我安慰 没关系咱还有寒铁大笼子呢 我现在立刻马上 就要到你身边 雪山的夜晚很是寒冷 此时已至凌晨 一处山沟中一道黑色身影出现 藏着一把巨大铃刀 而伊索也在此处 独自一人进入了 早已准备好的牢笼工作 他等着一刻等了太久 听到有动静的他睁开眼 便见到了那道熟悉的 不能再熟悉的身影 缓缓开口 又见面了 蜗牛小姐 还没等伊索继续开口 蜗牛一个剑步手持 镰刀面无表情 缩的冲上前 伊索见状毫不慌张 那就让你见识一下 你的新玩具吧 手高高举气猛地 朝地面上一个 骷髅头的标志杂去 一道铁龙瞬间 砸下伴随着一声响车 峡谷的嗡名声火星刺剑 眼见成功的伊索 此时丝毫没有一点喜悦 盯着脸无语出原话 实在是忍不住 好道 怎么会有人把开关 放在陷阱里面 整个雪山都回荡了三个大字 奥德赛 不过又看向近在指使 但又碰不着他的蜗牛 两人对视着 谁也动不到谁 伊索开口说着 我出不去 你也别想出去 这下可终于带到你了 这个男人不择手段 就是为了囚禁此女子 只因为他成天追杀 实在没有办法的伊索 来到了北地 让巨人组打造了一座寒铁牢龙 可令他没想到的是 连他也被一起关了进去 如今就比谁之防后撑的嘴 不过又转念一想自信的神情 不禁让他小左一歪 如今你不仅杀不死 我也跑不出去 就乖乖认命吧 又看向不远处 蜗牛猛地对着铁龙挥舞着镰刀 这时伊索亲眼看见 一块碎片从眼睛飞 顿时冷在原地 那一刻伊索感觉 自己的心肺功能都要停止 铁龙上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缺口 当然蜗牛也看到 举起镰刀就对着那缺口处摩擦 神情冷漠动作专业 吃嘎声伴随着铁蟹 不断掉落 让伊索的眼睛一点点的长大 不禁想起奥德赛的话 这种含铁几乎对魔法 是毫无抵抗能力的 难不成那把镰刀 还附带魔法攻击不成 就在思索之时 一块长条铁棍掉在了地上 伊索的心弦也如同 那铁龙一般在此断裂 又看向不远处 蜗牛已经伸出半个脑袋 马上就要钻进来样子 吓得他直呼 你不要过来 只可惜胸前那两坨脂肪 阻挡了蜗牛的前进 于是那熟悉的具铁声 又再次响起 这让伊索感觉像是在被催眠 冷静啊 越是危险就越该冷静思考对策 突然瞥见了他 系在手腕上的那个丸子手链 便想到了什么 对着蜗牛喊了句威拉 一看蜗牛竟然有反应 手指着他露出一脸邪笑 威拉我劝你好自为之 不然我就告诉你爸妈 这也不禁让蜗牛呆住了死死的盯着他 伊索直冒冷汗 明明这句话能镇住无数恶鬼 怕不管用又不通道 你也不要小探钱的力量 我甚至可以派人去找你的家人或者朋友 到那个时候我可不能保证会发生什么 毕竟你也应该不想自己再当杀手的事 被他们知道吧 果然这一番话语 让蜗牛低下了头好似的冷难堪 伊索这时又掏出丸子手链说着 我们可都是拥有受到认可的大卫王证明了 想想那位亲切的老板吧 我也入股了那家店 只要我一死那位老板也会失去经济来源 所以这世上不知有仇恨 来让我们一起拥抱和平与爱吧 为了活命 不惜将别人的经济来源来当作威胁少女 只可惜换来的却是滔天之怒 究极无敌旋风 陀螺对着铁龙狂卡住 此时的伊索已是整张脸都僵住满头大汗 看着又被砍掉一截的铁龙 而蜗牛已经在巢里爬进 无命休矣 难道这一切就这么结束了吗 一直在逃还没怎么享受生活了 算了就这样吧 忽然一声衣服撕裂的声音传来 上半身刚过的蜗牛 脂肪处的布料竟然被铁龙划开了一道口子 可蜗牛却依然若无其事 眼中只想给面前这个男人杀掉 但就在下半身将要踏入时 由于太大还是抢住了 没办法只怪剧组伙是太好 这一幕也被伊索看在眼中 实在忍不住的他伴随着剧续活摧大笑起 搞得蜗牛满脸羞红不知所措 伊索更是借助这个机会阴阳了几次 优质不是威拉小姐 大半夜的在这干嘛呢 该不会是抢住了 又转念一想既然动不了 那我就给你看个大宝贝吧 你可知道此物 绿枝土吸你便邪苦 那么接下来我可不要开始了 让你见识见识社会的残酷 下一秒便将蜗牛双手 站在铁笼上动弹不得进退两难 这下放心的伊索 抛出一只笔来到蜗牛面前开口道 快说你为什么追杀我 难道真是神命令你的吗 有什么办法才能停止你对我的追杀 有钱人的生活我已经验上了 如今只想从被追杀威胁的生活中解脱回对比 赶紧坦来同宽抗计同源 蜗牛一听更是懒得李伊索猛的转头头 见此灯赶紧继续说着 看来你还不知道 要是给一个男人逼迹之后 会做出什么伤天害理之事 说完便用随身携带的 笔在蜗牛的脸颊上 画了一个小竹笔 又说着可不要小看这只笔 这话上去就是永久的人不退色 恼羞成怒的蜗牛受到此等 羞辱眼角已是出现泪光 可依旧眼神坚定盯着伊索 没办法的他只好使出绝招 一把将蜗牛戴在手上的丸子项链抢过来 还给我 三个字清清楚楚地传入伊索段 却换来的不是他的感动 而是猛地将手链一摔 半年了 无数个日夜 原来你是会说话的 这一举动也是让蜗牛杀一滔天气场全开 周围寒气肆虐死死咬的牙 恨不得给伊索咬死 伊索一看马上从地上捡起手链擦了擦说的 既然可以说话 那还请你老老实实交代真相 要不然这手链我可不能保证 会塞到哪只独角瘦的屁股 这个男人实在是太过分了 光天化日之下 竟然不对着双手捆绑 无法动弹的少女做那种事 伊索觉得只要有钱什么都能搞定 而如今真想给自己两巴掌 当下 伊索就只想将这个该死的契约终止 便开始严行拷问蜗牛 但得到的回应只是那冰冷的眼神 这让伊索十分恼火 逐渐用力颠套着什么说道 既然如此 就不要怪我无情了 此刀表面可是混合了九九八十一种毒素之成 只要轻轻在皮肤上滑一下 就会立马腐烂 更别说我这么一点 到时候没人能救你 哪怕是那个神明老头也不行 笑容越加邪魅猖狂 甚至感觉在装变态的过程中 感到一丝兴奋 笑着笑着觉得有些不对劲 发现绑住蜗牛的一只手 竟然抓在他的衣领 伊索低头表情逐渐僵硬 笑容立马转移到屏幕前 各位观众老爷们的脸上 这是半年来第一次被蜗牛抓住 伊索深吸一口气 努力让自己的表情变得和蔼可亲 而手却是不听使唤的连连颤抖 开个玩笑啊 我怎么会舍得伤害您啊 而蜗牛依旧面无表情 扯着伊索就向笼子外拽 一字一顿就如同刚学会说话的孩童 契约开始了 就不会停下 大力将伊索扯出扔到一旁 而这话语也像是回答了伊索的提问 契约无法停止 眼看蜗牛手握镰刀一步一步越靠越近 躺低的伊索叹了口气道 临死之前我想知道契约的内容 就当是我的遗愿吧 蜗牛依旧冷漠阴着脸回道 你根本没必要知道 伊索勉强挤出一个笑容手中掏出丸子手脸 我用这个来做交换 而蜗牛接下来所说的话语顿时让他死了心 解决掉你也一样是我的 伊索缓缓戴上都冒心如死灰 算了就这样遗憾地死去吧 就在这时蜗牛吐出了两个字 眼睛 继续说道 从我找到你开始 到你从我视线中离开 就算你成功逃脱了 然后我就只能再等下一次机会 伊索一听微微一愣 原来是因为视野丢失吗 但这也不对啊 蜗牛沉默稍许后冰冷的话语传来 我说的已经够多了 伊索在这一刻也已释怀 是时间到了呀 不过能死在这么可爱漂亮的女孩子手中 都是件没事啊 我还有最后一个请求 想亲手给你戴上这串手链 死之前摸一下女孩子的手了 却最后的遗憾 这操作不禁让蜗牛有些发愣 后又缓缓抬起手 伊索见状便露出笑容 开始为她戴上手链 以一个非常快的速度 谢谢你给了我这样的机会 我一定会好好珍惜这来之不易的 这条面 怎么会有这种人 肆意玩弄女孩子的感情 明明刚刚才做过那种事 你能对我进行追杀的时间只有夜晚 而白天便不是你活动的范围 别忘了我们现在可是在北地 夜晚要比别处更短暂 此话一出蜗牛低头沉默着 没多久便缓缓开口 原来这一切都是在骗我吗 一下子让伊索原本放下的心又悬了起来 不禁感到有种罪恶感 随着蜗牛抬起头 露出那双血红色的双眼继续说道 那些家伙也是 神也是 就连你也这样 伊索只是对视了那么一瞬间 就感觉自己心脏都快跳出来 见蜗牛手中不停转着镰刀朝他走来 这下是真的完蛋了 蜗牛以摆好姿势 眼神更加冰冷面无表情 高举镰刀便朝伊索砍去 一瞬间一道白光闪烁 雪山竟然被一分为二 寒铁牢笼也被毁坏 伊索只听见一声巨响 随后便天旋地转 这封婆娘竟然把山砍断了 幸好伊索脚上穿的小鸡毛牌 飞鞋让自己下落的速度有所减缓 而蜗牛却只能瞪大那鲜红的双眼咬牙切齿地说着 绝不会放滚 随后便被雪崩吞没不见踪迹 剧烈的震动不禁引来了众巨人 这时巨人们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一切 其中一位巨人开口 昨天好像看见伊索一个人往这边走 还没等巨人组长反应过来 一双手拍在悬崖边缘 在众巨人的注视下 伊索以一个非常帅气的姿势猛地跳起 完美落地 刚抬起头便发现周围站满了巨人 随后只听一声声扑通跪倒在地 这可给伊索吓一大跳 先前都还没缓过来这又是整哪出 之后巨人组长开口大喊着 所有古德巨人愿勇生勇士效忠伊索大人 瞬间就能将一座雪山一分为二 让巨人族心甘情愿地臣服于他 他就是被世人称之为人民英雄的伊索 而事实真是如此吗 一觉醒来 奥德赛发现早已结束战斗 到底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呀 伊索坐在巨人的肩膀上沉思着 缓缓回了巨我也不知道 对于这个抽象的回答 不禁让奥德赛更加抓狂不停追问 死死跟在屁股后面 他不幸身为当事人的伊索什么都不记得 可伊索将目光望向远方眼神 是那么的深邃迷离道 只是有点不方便说吧 一开始奥德赛还不明白 不过现在听了伊索的话 突然就毛色顿开道 就连你也不愿回忆起 昨晚那场残酷血腥激烈刺激的战斗吗 还是说对方能篡改记忆模糊意识 那好歹透露一下那恶魔的名字总行吧 这时诺奈看着奥德赛 从伊索住处走出开口打个声招 奥德赛早上好了 可奥德赛好似没听见一般表情呆滞难自语 嘴中不停重处着维尔塔尔 突然猛地一拍手抬头看向诺奈倒 原来是这样我明白 而诺奈却皱了皱眉 本就一肚子怨气的他再也忍不住了 上去就是一拳 你理解个泡泡茶壶啊 一大早就一身一鬼神神叨叨自语了 给我清醒点吧你 就是这一拳直接打醒了奥德赛 诺奈甚至让他窒息 猛然意识到这个世界还有更恐怖的东西 只是知晓那位的名字就会引来杀生之祸 立马对着诺奈说道 我劝你不要深究 这可不是普通人能承受的了 满事不解的诺奈来到了伊索身边大喊着 奥德赛的脑子终于出毛病了 又想继续询问却直接被伊索打断转移话题 诺奈小姐这两天玩得怎么样 一看就知道非常快乐呢 这样好了 我会留下一半的车队陪你玩够了再回去 忽然的询问甚至让诺奈都还没反应过来 沉浸在前面一句 至于你说完的怎么样 这就是想象与现实的差距吗 又猛的意识到 你这是要去哪呀 这趟精心准备的雪山之旅这么快就结束了吗 一边伊索早已下定决心 坚定的眼神好似在告诉诺奈心意绝不可动摇道 我要去找一个对我非常非常重要的女人 刚说完一套声龙拳直接将伊索打飞 转身就跑哭道 你这个木头脑袋 这让伊索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会这样 但眼下最重要的还是要怎么对付卧牛 那家伙可不会这么轻易死去 而这一次收获的情报也是最多的 一定要把事情的真相揪出来 于是他找到雪莱 这个男人刚拒绝一位 又无缝衔接下一位 更离谱的是还让眼前这位再去找另一位 还同意 不说了拍个斑吧我跪着听 而对另一位的外观描述是人形生物稀有种族 是个女性然后很大 刚想问身高容貌什么样的 但一听到是女的 究竟有多大能愣了一会后开口 等回到来西城后就立马开始寻找 可依索却直接猛的一把抓住雪莱的手那喊道 此事对我来说极其重要 相当于我的性命都托付给你 虽然不知道那个女性是依索什么人 但这都无所谓了 她连性命都交付给我的呀 满脸羞红转身离去留下一句话语 最好给我一幅画像 依索想了想确实 如果有画像就非常方便了 该去拿找个画师呢 正如同上天安排的一般 一旁传来阵阵教本 赶紧给我撒开 我可是依索大人车队的随行画师 这些可都是重要的历史见证啊 名为安德鲁的他非常清楚 只要能回去 作为这次伟大旅程的亲历者 然后再留下一两幅画作 那绝对就是传世经典 一所缓缓靠近 将地上的自己捡起 觉得很行 当安德鲁来到一所身旁是很是激动 一番话语谈论之后 介绍到自己的流拍式显示派 一所紧盯画板上的作品 这就是艺术嘛 但这并不是他想要的 此时一所的车队已经踏上回归之路 巨人们纷纷痛哭流涕 是不舍挥手告别的 欢迎一所大人再来玩 我们会在这里建立一所主题乐园 总算是送走这帮温神了 回到车队中 在经历一番波折后 最终拿到了画 只不过和一所想象中的还是有些差别 画得十分端庄神圣 就像是娇严的圣女一般 但这跟画中本人完全没有半毛钱关系 而在一旁的安德鲁却开口 没想到还能第二次看到这套装扮 在某一次的旅途中 一座偏远小村子里见过一帮很奇怪的人 穿的都是这种衣服非常诡异 这一刻伊索以为自己要找到蜗牛的下落 在不久之后满城欢庆伊索的海巡归来 回光城商会中 伊索猛地将画像拍在桌子上大喊 立刻马上帮我找到画像上这个人 我需要他的所有资料 还是那句话 钱要多少有多少不是问题 眼前这个男人身处蜗牛堆中 而他正过着每周日就要被蜗牛追杀的日 但这蜗牛却是长亮 伊索猛地惊醒 自从经过上周的交锋后 他便常常做梦 梦见那心心念念的女子 缓都要缓一会 好大的蜗牛啊 就在这时敲房门的声响 瞬间让他清醒 打开门一看是商会会长满是恭敬地说着 伊索大人已经按照您的吩咐 在全国开展巡人启事了 此外还有件事 就是想对您带回的巨人族特产进行股价 又摆出一副邪笑的表情继续说着 一些富豪哪怕资产无数 也难以忘记最初的感情啊 看来您也不能信任 就是不知这位女性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 而伊索却很是无语 那位每时每刻都在他脑海中追他的女性 不禁让他打了个寒颤 说起心动不如说是能让人心脏停止跳躲 来到大街上 房屋布满横条人满为患很是热闹 就像是又过了一次元灯节那边 只不过这次是庆祝伊索凯旋回归 甚至在城镇中央还设立了一座讲台 上面还挂了扶伊索的肖像画 此时此刻车队的画师正在激情演说 手上还时不时切换自己的规划 说得有声有色 小孩崇拜 女性更是控制不住面带娇羞 还有的甚至说着 如果自己的丈夫能有伊索大人1%的勇敢 那都已经 这时画师又掏出一张话激动地说道 此话便是伊索大人女巨人独掌对你的场面 世间仅此一张只需998剂可拥有 还在等什么赶紧行动呢 而另一边被世人视为神兽的独角兽 正被一群孩童包围 一生都不一定能见一眼 如今却近在咫尺 忽然一旁飞来一只狗腿 将一孩童踩到在地板随着一声怒斥 滚开神兽都被你们这群乡下人摸脏了 而在他身后这时走来两道身影 一干嘛哎呦 大白天耍什么兴可不要做惹眼的事 另一位黄头发少女眉头记住 直径走向那小男孩边说着 我们的任务是回收独角兽 要是引起什么事故上面的处罚 你可承担不起 手抚摸在男孩头上有气温柔地说道 还痛嘛真是对不起 是我们没看住同伴让他乱跑 他是个弱智呢 小男孩一听原来是这样 很是同情道 好可怜 如果是弱智的话那就原谅他吧 那小伙听了直接气急败坏大喊 老子上头可是商会同长 黄发少女用怜悯的语气说着 看又犯病了 好可怜 快谈他急了要跳墙 只因男孩摸了摸独角兽 就被他一脚踹倒在地 然后他还被别人说是弱智 之后更是变本加厉嚣张的大喊 老子头上可是商会会长 我想怎么浪旧 话还没说完远处一招祖传的飞腿踢来 带着一声孽畜 会长愤怒地呵斥道 让你蓝师给你爹卖人情 给你长长见识 别以为穿身好皮肤就当自己是贵族了 可小伙更是不领情当机反驳道 不独角兽的那人不就也是一爆发户吗 会长眉头紧缩摆了白手继续呐喊道 这位能是爆发户吗 他可是人民英雄一所大人 你也敢跟他比 当听到是一所大人 在一旁的黄发少女激动地冲上前开口道 一所大人您的功绩早已传遍王宫上下 连王都对您很感兴趣 还请允许我做个自我介绍 我是负责此次回收独角兽的古代文明学者 还兼顾神兽的保护工作 是王族公立皇家学院圣物处的研究员倩斯玛 一所一看顿时来的兴趣 与此同时诺娜回到了自己的家 边哭边喊道 老爸我不干净了我不干净了 那一刻康德只觉得一阵气血直冲天灵带 直接破大房 作为深度女儿控的他 再加上见多识广的经历 瞬间脑补出一系列大戏 问都不问就大喊着 臭小子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便向门外冲去 而诺娜却小声嘀咕道 回家路上踩到狗屎了真是倒霉 转头一看自己的老爸已经不见 在一旁的管家此时却开口 小姐您还是一如既往地按捺不住性子啊 此次旅途恐怕某种意义上来说应该不太顺利吧 从小看着小姐长大的我可不会坐视不理 就让我来传授您如何让一性迷恋上自己吧 另一边倩斯玛很是感激地说道 还有您保护过的古王一记失传的名画 这些都对现实意义重大 说得一所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内心想着 真是要谢谢你啊蜗牛 帮我干了这么多好事 突然又想到了什么 立刻装出一副伤脑筋的神情开口道 说来惭愧 最近在研究一群失落种族很是头疼 这不专业对口立马来的兴趣 倩斯玛急忙回道 这说不定是个能轰动世界的发现 于是一所便一拍即合顺势让他加入 但突然远处传来一声呼喊 真是混蛋 欺负完我女儿又跑来这里骗其他小姑娘 夹着他的护卫说着 一所大人此人突然发疯冲进 商会将股权杖弄坏了 而康德才不管什么权杖 比起自己女儿的真结 这又算了什么 倩斯玛定睛一看连忙说道 难道这就是一所大人刚挖掘出来 就已经让无数小国为之疯狂而爆发战争的权杖了 这可是上古一物啊 康德脸色瞬间变得苍白瞪大双眼立刻喊道 诺娜就抵押给您了 还请饶我一命 就在这时一所站了出来说道 够了 只不过是跟破木头吧 断了就断了 还有旅途中诺娜都是和雪莱睡在一起 还请不要误会 我还有要紧事 要半别再打扰我 没过多久一所便得到消息称 有人找到那个村子的位置 在一处偏远之地 而且极度神秘陆地根本无法到达 如今只有一个办法呢 就是通过吉尚名颠 此时来到丸子店处 老板看着眼前这位熟悉的身影说着 一所大人确实有个同款手链 而且你和我之前一位客人很相像啊 是他的妹妹吗 爱情究竟是何物 难道被逼迫的也算是爱情吗 而这种话竟然还是从自己父亲口中说出 年轻人就应该有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 况且那一所先生确实很优秀 康德内心所想的是 要是那个小子之后反悔 那个什么破木棍 我幸苦打拼半辈子的积蓄都不够陪他的 只有成为一家人 连忙又咳嗽了几声 诺娜啊不是我说你 你可得抓紧和一所先生拉近感情啊 反观诺娜却是一副百万的样子 很是绝望 故行爱已经尽力了 也不是我 但老爹我最终还是靠着人格魅力 多才多一批金斩棘 成功杀出一条血路 虽然中间夹杂着金钱 可多金也是魅力的一种啊 至少大家都会无条件的爱她 而诺娜可不这么认为 这就根本不是真挚的爱情 而且一所大人根本不缺钱 这也是一旁的管家忍不住贴了上来 听说那打铁的小子 经常和一所大人在一起 难道是有什么特殊兴趣不成 只听诺娜继续说着 这次匆忙回来 就为了找一个叫威拉的女人 血爱也是 就算是找不到 也不会将目光落在我身上 康德二人一听一口同声地说着 还好还对女人有兴趣 又说着像她这种身份地位 还有念念不忘的人 一定极为特殊 诺娜立刻想到眉头微皱 难道是初恋 那我岂不是更没戏了吗 而康德更是手托塞一副 肯定是这样没错的表情的 那人对一所大人而言 便是心中的白月光 只要我们用现实记碎理想 让一所大人发现 那个叫威拉的女子早已嫁人 又是个满脸雀斑 流着鼻涕的飞机场 她的内心不就破灭了吧 诺娜越听愈发的眉顶 那个威拉又怎么会是这样的普通人呢 康德继续压低声音道 但我们可以让她试啊 诺娜直接秒动有些震惊 难道你要捏造一个假的威拉 去破坏一所大人的记忆 这也太卑鄙了吧 你这人渣老爸 而康德更是一脸严肃转身就要出发 你要记住 爱情就是战争 就是需要不择手段 坚持到最后的才是胜者 拥有一位奸商父亲 是种什么样的体验 竟不惜将自己女儿拱手相送 正作所谓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身为商人节操什么的 又不能当饭吃 而诺娜也是一传 康德的基因感官异常的敏锐 很是怀疑到 老爹这态度可谓是360度大转变 该不会被一所大人 抓住什么把柄了吧 我劝你最好坦白从宽 与此同时辉光城商人协会中 一所看着手中一张信纸陷入沉思 又听着画家与奥德赛的争论 忍不住开口 关于那个神秘种族 还有什么线索吗 二人一听结束了自己的争论解释道 名为阿玛鲁的小镇 是个偏的不能再偏的村子 位处陈希国境外 根据记载死神族自古生活在那里 也被称之为永夜族 直至今日这个种族已消失 只有一些自称是他们后裔的村民 而现在到达那里只有依靠飞龙 我们的计划便是讨好他们 他们其实并不讨厌人类 反而在他们眼里 人类就和小猫小狗一样 只要送些食物什么的 便有沟通的可能性 如今也只有这个办法 就在这时房门被猛的敲杂外面传来 依索大人 您要找的威拉我给您带馆 这不禁让依索一愣都快叫了出来 刚想转身就跑 可却发现门口站着一位 看上去就像是女子的女子 直接让她傻眼这是个什么玩意 一副蜗牛同款套装 又朝依索抛了个媚眼道 你终于愿意为那一碗的冲动付出代价了呀 顿时屋内惊险一道亮丽的彩虹 那位女子便被工作人员如同推牛一样往外推 时不时还大声嚷嚷着 我就是依索大人朝思暮想的威拉呀 来都来了至少给点把路费好歹报销一下呀 依索听着叹了口气 那就给点钱让他们回去吧 这时在一旁的分会长脸冒冷汗 我恐怕不建议您这么做 说着便推开窗户 依索定睛一看一阵国粹 一条望不到边的长龙屋气骂黑 依索能在原地 又转头看向会场 随后一声关门声 依索大人我这就让他们散了 与此同时的大街上 诺内拉着自己的父亲面部长得通红大喊 居然要把自己女儿抵押出去 真亏你做得出来 和我去跟一所大人道歉 康德慌了脸色难看到了极致 你知道那根坡木头要多少钱吗 倾家荡产都赔不起啊 听到这诺奈的泪水止不住的流淌很是委屈 先是救下我的性命如今又欠她这么多钱 这恩情一辈子都还不完 都怪爸爸 如今的一所大人一定觉得 我是个只会制造麻烦让人讨厌的女人了 康德连忙上前拍的拍肩膀安慰道 诺奈只要按照我的计划 你虽然失去了尊严 但老爹我却能收获一个好女婿啊 下一秒一个手掌印出现在康德脸上 你收获了个屁 为了自己的未来 不惜让自己女儿道贴出去 只不过在诺奈眼中这些早已家常便饭 拉着康德就要往协会里冲 给了新的药给父亲一个颜色看完 这时诺奈的小拳拳垂到了一块钢板上 对方大喊几什么呀懂不懂规矩 刷刷的看向诺奈道 你在叫我吗 这一幕不禁让诺奈的左眼皮跳了跳 又来了两位职业选手上前 就你这妮子也想来争夺威拉之名吗 这可是魅力女人的主场 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的诺奈当机 抱上了自己的名字 可面对的却是一片失效 连名字都记不住就想来挣钱 这位小妹妹我劝你 还是先去了解一下寻人启事吧 甩了张指后二人便离去 诺奈看着手中的寻人启事 寻找威拉 愣住 没想到真被那个倒霉老爸猜中了 你们的故事是要传遍世界吗 弄清前因后果后 该呆地望着天空 一个人茫然无措 手中的通告是他梦寐以求的童话故事 只可惜故事的女主角并不是他自己 就像是一个小丑 累了毁灭吧 但又倒有侥幸心里想着 要是一所大人被甩 这时只要他在现身填补一所大人心中的空缺 顿时傻笑了起来 但就在这时眼前一道黑色身影将他的目光吸引住了 这么小的孩子 该不会是家里太穷了 被他父母扔过来赚钱的款 与此同时协会处 商会长清了 清嗓子宣布了个事 经过调查是我们主办方出了凭问题 为表歉意在场的每个人都可以免费领取一份爱新面包 送完为止后 请领取补偿后有序离开 本次漫展就此结束 只因漫展还没怎么开始就已经结束 而补偿就只是一堆面包 搞得台下众人纷纷抗议起来 月妮麻退钱 而另一边领取面包处 一声稚嫩的声音传来 我威拉 要那个 其中一位少女顿时就被吸引 这位小妹妹你也是威拉吗 好可爱啊 手伸的笔直 只向货架上最大的那个面包 一旁少女刚想劝说太大了 要不还是换一个吧 就被一旁的短发少女斩钉截铁说着 我相信她 因为她有着一双对食物包含无上敬意的眼神 绝不可能是泛泛之辈 不久后窝牛抱着快跟她差不多大的面包 走到了莫那边 在一旁坐了散 诺奈看着女孩一口将手中的面包啃下大半 忍不住的直呼太可爱了 又不经意地看向女孩手上戴着的手链 竟然是一所大人同款 确实看上去就像大卫王 后有些不好意思的开口 小妹妹能不能把你的那个丸子手链卖给姐姐呢 姐姐愿意出一袋经理 之后就可以好好上学不用出来赚钱了 说着又想起那位丸子老板说过这东西好像只有一对 刚想去确认一下 忽然小妹妹开始打起歌 有些担忧的诺奈当场站起身 是吃太快了吗 我现在就去找水 看着诺奈远区的背影 蜗牛站起身 直径走向一处阴暗角落 那一刻 他长大 就在这时一声清脆的声响从一旁传来 蜗牛转头看着诺奈四目相对一时之间竟不知道说些什么 与此同时高楼窗口处 一所看着下方渐渐稀疏的人群 不有感叹道 真难顶啊 一旁商会长印着头皮上前开口 这次确实是准备不周 恕我冒昧 稍早些听到诸位的计划 莫非需要法师的支援吗 相信一所先生的人脉或许听说过姚兰的名字 这便是我们合作挂牌 那是王都的法师协会 类似于法师界的商人总会 那里的人个个都是人才 而一所此时却有些尴尬 因为在这之前他和那里稍微有些小小的摩擦 后被商会长印拉着来到法师协会的正门处 会长解释道 只不过法师们的性格都有些古怪吧 肯定没问题 可就在不远处放着一块肖像话 如在学院内发现此人 请务必就地攻杀 学院会颁发最高荣誉头衔 就连王都法师协会 摇篮也抵挡不住金钱的诱惑 只因在一所不知道该如何去对付那只蜗牛的时候 就不断地利用金钱在摇篮里摇人 基本上顶端的法师都摇了个边 然后就被拉进摇篮的士气黑名单 因为来帮他的法师就没有一个是正常回去的 峰会长道也没多想 只是略微思索了一会便想起 他有个远房亲戚刚从摇篮毕业 一拍即合竖起大拇指的一所表示 愿意出十倍的价 两个半小时后 一双粉色瞳孔上下大量的一所 两人就在这干瞪 但就在一所想去拿个苹果时 羞的一声 原本坐在沙发上的粉毛女子 直接出现在一所身边握着苹果 骄傲的声音传来 比想象中的要年轻一点 这便是会长的远房亲戚摇篮的毕业生习琳 一所顿时来的兴趣并不是对她的人 而是刚刚她所展现出来的魔法 忍不住问道 这个能不能带我一起啊 习琳咬了口苹果直接大面 很是失望的一所刚还想要是有这个魔法逃命不随随便便的 摆烂的躺在一旁嚷嚷的 好想学 教我爸可不可以速成了 习琳一听露出微笑 以为这是什么还想速成 又不是想学数学 是想学就能学会的东西 之所以能轻松掌握除了自身天赋异力 还有就是咱的师父 举世闻名的大贤者麦哲伦 一所微微汗首飞一起过往 我在石头后的一所看着那自信的背影加油补尽 麦教授拜托了 然后就没有然后 吃了一击开龙井勉强捡回了一条命 习琳对于自己的恩师也很是疑惑 完全不知情继续说着 还有就是被称为我们摇篮明日之光的亚伦学姐 一所沉默 当时那位决定用精神攻击 想让蜗牛成为一个暴露体的傻瓜 可没想到蜗牛的镰刀还可以反弹精神攻击 然后就被自己的魔法反噬成为了一个变态 说着说着叹了口气的 习琳就会想起学校的过往 真想立刻回去看 这时却被一所直接打断回 别想了现在立刻马上加入我的团队吧 只要跟随这个男人就没有好下场 不是被开后背 就是变成变态 出发今晚就要赶到这里 一听要立马动身 本想去学院的麒麟忍不住问到这么着急啊 身后的奥德赛却紧张了起来 只是紧张的同时还带着不想期待 终于可以亲眼目睹恶魔的样子 一所走到窗台望着天空 话语中尽显沧桑 相信我 你不会想见到她的 就在这时一所朝窗下望去看见了到熟悉的身影 原来是诺呢 只见她很是着急会着手就想上去跟一所说 在描述了前因后果之后 神色凝重的一所有些难以置信 你看到了年幼的威拉 诺内边描述边比划着 不是那种幼年的威拉 是那种小孩子 瞬间变成大人 正想说出地点的时候顿时卡住了 诺奈只觉得自己脑袋突然迷糊了起来 什么都想不起来 见她半天说不出话 一所耐心也随之耗尽 以为是康德让诺奈来装疯卖傻在这开玩笑 毕竟威拉对她来说非常重要 是要命的程度 这不禁让诺奈更加着急了 刚想解释 却又被一所打断 她要去下一个地方了 可并不想放弃的诺奈焦急的大喊 就算是打死我也不会欺骗依索大人的 我一定要证明自己 两个半小时后 一同上路的奥德赛忍不住开口 所以这就是你跟着我们一起来的理由吗 理直气壮的诺奈立刻反驳 你们不是要去找威拉吗 我只是来证明自己没有说谎罢了 麒麟转过头看着此次出行的阵容 又是爆发户又是打铁仔 还有位狂棒夫加尼 说什么要去飞龙山脉 总有些不好的预感 就在这时不好的预感来了 一道攻击直接命中马车 直接朝一旁的悬崖掉了下去 车内一所急忙呼喊奥德赛 早已做好准备的他立刻拉下拉杆 马车瞬间变成一个铁球 连续碰撞后 安全落地 还好他们把股战场遗留的机关车带来了 不解的是明明他们还离飞龙驻潮还很远 为什么突然袭击我们 但当一所朝窗外看去时 只见飞龙抓着铁球 拎着就往天空飞去 奥德赛反悔 不好意思我可以辞职吗 男子为了找出事情的真相 女王的情况非常不乐观 一所呆呆地盯着两人后开口 你们居然是双胞胎老头 对方一听也并没有生气 又解释着他们二人是研究生物学的 专门研究飞龙 随后便发现女王生病了 剩下的你身后那位会跟你说 一所到现在还是满脸问号转身看去 只见一位穿着非常有个性 还以为是原始人的男人走来 捂着脑袋很是不好意思的开口 真是让您受惊了 主要是城里的医生们 一听要给飞龙看病当场就吓跑 因为他自己也经常去灰光城 老是看见一所的画像 知道他有本事所以在出此下策 在一所听后内心是崩溃的 可面对男人的苦苦哀求的神情 还说这种病毒会蔓延飞龙整个族群 之后狂暴的飞龙 就会不停地攻击附近的城镇 一所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要是自己被攻击了就完了 立刻答应了下来 一行人来到飞龙女王面前 奇怪的男人用手轻轻抚摸着女王 后开始说起事情的经过 这一切的一切都要从一颗蛋说起 究竟是什么能让飞龙纷纷狂暴不安 只因女王淡下一枚如同石头一样的蛋后开始 而眼前这奇怪的男人竟一直待在此处 面对巨大的飞龙丝毫没有一点畏惧 还恳求一所帮忙治疗女王 原来为了抑制毒素的扩散 飞龙女王竟不顾自己安危 整日坚守在蛋旁边 就在这时身为顶级魔法师学院的席林一眼 就察觉到了不对 这可不是毒 而是诅咒啊 便立刻开始掉配药水 参与制作的还有双胞胎地中海 他们发现这种诅咒好似天然形成 就像是飞龙的基因在对外来入侵的一种保护 而飞龙一族从始至中单一繁殖导致血统固化 如今却突然结合他族血脉 所以才引起此等反应 下一秒砰的一声瞬间爆炸 得出结论 就是这颗蛋变成了清除者 将结果告诉众人后 一行人围在蛋周围 突然荡缓缓飘向空中 竟然在散发诅咒让飞龙们陷入疯狂 而在他们身后的神秘男子 看着悬浮在半空的蛋 咽了口口水 依索很是纳闷 好端端的为什么会发生血统排斥呢 又对着二人就是质问 你们可是专家赶紧想想办法 再拖下去可是要命的 很是难堪的二人唯一想到的点就是 不纯洁的关系所导致 习龙突然想到了个办法 只要有水系精灵一族供奉的净化宝石 便可直接将蛋的诅咒消除 当然我们谁也没见过宝石 毕竟是精灵的圣物 依索听后思索一二 手伸进百宝袋中掏着什么刀 我这里倒是有些晚上能发光的石头 不知道能不能派上用场 习龙接过一看很是震惊 那可是圣物啊 就连如今的伯王都没资格看上一眼的东西 你竟然有这么多 但就在一所窃喜之时 奥德赛慌张地喊着 蛋被抢走了 只见那奇怪的男人双手紧紧抱着蛋奔跑着 口中还不断传来 都是我的错 如果不是我控制不住欲望 就不会变成现在这样 忽然脚底下踩到一滩年华的物体 手中的蛋顿时飞了出去 现实反场绿枝吐息 随后一锁便抱起蛋 没想到还挺沉 习龙在一旁拿着宝石链子 就准备开始进化 刚触碰的瞬间 宝石环绕在蛋四周 从原本的黑色慢慢转变为金色 一阵晃动后裂开了一道小口 一双稚嫩的小手从中破壳而出 男人为了爱情 竟然跨越种族 成为真正的龙骑士 只因几年前他在执行任务的途中被人陷害 但幸运的是被年幼的女王救下 随着时间的流逝 女王也接纳了他互相表白的心命 而他也要为自己的冲动付出代价 是他越过了那条红线 税嫩的小手破壳而出 一锁与诺娜朝里望去 只见一半是龙一半是人的小可爱 正伸着懒腰 两人四目相对 这一定是基因突变 地旁的麒麟很是无语 这明明就是诅咒的原因啊 而在众人身后一张血盆大口已然张开 好在女王及时出手救了他们 因为这颗蛋中的诅咒 飞龙开始控制不住地陷入疯狂 一锁越发觉得不对 能不自一人安然无恙地在这生存 一定是有什么事情瞒着他们 眼看事情的真相越来越明了 龙骑士坦白了 知道事情的真相后 众人很是震惊满脸难以置信 这种感情超脱了种 但谁又能从爱的诅咒中逃脱呢 就在他们被飞龙抱为不知所措时 一声啼哭打破了僵局 但得周围浮现出阵阵金光 原本暴走的飞龙瞬间冷静了下来 诅咒被解除了 或许是宝石的作用 下小龙女发生了变异 龙骑士也为之留下了感动的泪水 女王探过身安抚着她 终于结束了 所以只要有爱就能创造奇迹 但这些麻烦不就是因为爱而产生的吗 眼睛都哭肿了的龙骑士双手抓着一锁 不知道该怎么感谢 是他拯救了飞龙祖 而一锁表示这都是小意思 只是耽误了点时间 他们必须马上出发 就在这时女王竟然开口直接给一锁吓一跳 表示他们可以送一程 解释到古老的封印不仅会屏蔽神志 连同语言也一并读止 好在新生的女王解开封印的穴 随后一行人继续踏上旅程 而诺娜突然想到了个问题 人类究竟是怎么能和飞龙生下孩子的 这个问题交给屏幕前的各位来解答 没过多久他们便来到阿玛鲁镇 女王提醒道 此处百年前就被视为禁地千万不要多作停留 而小镇那一双双死鱼眼死死地盯着他们 毕竟还是要多多小心卑鄙的外乡人 走着走着见一位小哥摆着地摊 对方刚要开口 依索反手就扔出一大袋金币 掏出一张画像就问有没有见过此人 小哥摸索了一阵 他待着一百年了都没见过 依索又凑上前小生问道 有没有关于永夜族的事 而小哥对于这个话题并没有排斥只是要加钱 可依索也不是好惹 就让一旁的麒麟整个花火 但毕竟花了钱的办事 手一张开 瞬间燃起一朵火花 才一展示在这世界中还是很有威慑力的 小哥立刻妥协开口 其实永夜族都是上一阵为了避难编出来的 躲避战亂和征兵 从此就被劈上这名字生活 以至夜深 在小镇旅馆住下后 诺奈发出了来自灵魂深处的抱怨 也就在这时他们才意识到少了个人 另一边一处隐秘房间内 麒麟正调配着各种药剂埋怨者 可恶的爆发户竟然对未来的大闲者指手画的 就让你见识见识煮服药水的威力吧 好巧不巧这十一所刚好推门而已 对着他就是一顿猛喷 女子是真狠 只因对方一句话让他很不爽 就研发出了一盘主服药水 一喷就能将对方潦倒失去意识任你摆布 他就是看不惯这种爆发户指指点底 虽然对方花钱了 但这又能怎样呢 谁说花钱了就一定要听话呢 更何况他以后还是要当大魔法师的 可不允许被随便使唤啊 所以只要研发出这个主服药水 就能让对方乖乖听话 但在此还得了解一下伊索的内心世界 当麒麟进入后整个人棱住了 如同地狱般的场景凸现在他面前 地面流淌着滚烫的岩浆 炙烤着他的脸堂 这家伙到底经历了些什么 就在这时许多漆黑身影缓缓从岩浆爬出 西林眉头微皱 这竟然是精神世界的防御 想抵御外来入侵 眼看对方朝西林扑去 好歹以后是要成为大魔法师的 这种程度又算得了什么 直接冲上前 手中不断凝聚出火球 熟练的操作将黑影来个消灭 加上其他魔法的佩服 将两只小飞凑成一对 随后一发蓄意激光炮 瞬间完成双杀 四周烟雾散去 小黑已全部消灭 西林一脸轻松 因为接下来只需要找到精神世界的主人 就能签订契约了 但就在这时身后好似敢知道了什么 还以为是残存的小飞 可令他没想到的是 一个如同小山般的身影出现在他面前 此时房间中 两人一上一下睡得很是憨甜 而这一幕正好也被奥德赛与诺奈看在眼中 满脸通孔很是震惊 这究竟是什么情况 就像是闹钟般一下唤醒床上二人 睡眼朦胧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可在二人对视过后 气氛一下子就变得微妙了起来 一边西林发现自己的主仆契约失败了 另一边一索直接大喊 你怎么跑到我身上去了也太重了 快下来 而这话语在传入西林耳朵中后 顿时让他浑身一震 这是在命令他吗 瞬间闪到一旁跪倒在地 请主人不要生气 都是奴家不好 奴家会好好听话的 这可给一索整个一脸猛 讲的什么话乱七八糟的 真是莫名其妙 边说边捂着头朝外走去 直接忽略诺娜二人 到底发生了什么 告一段落后回到自己房间的诺娜 看着镜子中的黑袍 思考着 难道一索是对这身衣服感兴趣吗 要不穿一下试试 试试就试试 与此同时一索双眼瞪大满眼血丝 他突然发现只剩两天了 马上蜗牛就要来了 上回连大山都劈开了 这下肯定要命啊 就在这时突然注意到了什么 只勾勾的盯着不远处小贩 对方一看到他就想跑 可却被一索抓住连连指吻 而小贩支支吾吾地表示自己没见过那人 但在言行逼供下最终还是妥协了 他是最后的永夜族 早就死了 被镇上的所有人一起杀死了 六岁的小女孩竟被全村人无情杀害 只因他能面无表情的手撕巨雄 范亮一次能吃好几吨 他也是最后的永夜族 得知真相的一索一把抓住小贩 就让他仔细讲讲前因后果 当小贩回忆起那段经历世话都说不利索 表示这也不能全怪我们 那就不是正常人 天生怪力惊人范亮 实在是太可怕了 而想要杀他 一般的手段可不管用 可毕竟那时候他还小很好骗 于是联合全村人耍了点小手段 这可给一索听极了 当场质问那女孩有什么特征 长什么样子 但毕竟过了这么久 完全想不起来了 只记得有一双血红色瞳孔久久不得忘怀 看一索表情如此惊讶又继续说道 你要找的不会就是他吧 可他已经 但一索根本不管这些 拉着小贩就要让他去埋尸体的地方一探究竟 没过多久两人来到一片深山老林 小贩很是慌张 挖别人坟还是第一次 是不是有点不太尊重人 一索有些无语 他自己明明就是杀人犯还有脸说尊重 但当小贩挖开后大吃一惊 棺材内空荡荡的 明明亲眼看他死掉的呀血都流干了 这让一索也很是不解 难道是死神族的特殊技能吗 又看着棺材开口 你们这群杀人犯还挺好心 给别人杀了还搞了个棺材 而小贩却回答 这可不是我们做的 我们因为害怕都躲得远远 都是一个奇怪的妇人 装得很害怕的样子 来征得大家的同意 毕竟这种晦气的东西谁也不愿意做 一定是那个妇人见小怪物没死 然后将他救下 难道他是想害死我们吗 那小怪物一定会回来复仇 真是可恶啊 现在我就着急人手给那老东西烧死 再也忍不了的一索一脚将他踹进棺材中 你们这群人是真该死 赶紧把那位老人的地址告诉我 要不然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 只给你一个晚上的时间 反正阵子也不大 但小贩表示 要想找到那位老人非常难 可依索又不管这些 怎么办那是他的事 不然就让他尝尝魔法烤肉的自我 为了让男子爱上自己 装成他最喜欢的模样 可在见面后 男子就来了个过肩衰 原来在几分钟前 从坟地中回来的依索 还在思考人生大事 想着那家伙原来也有这种悲惨的童年 既然没死好好活着不好吗 难道在那追杀的条约下 他也是受害者吗 不能再逃下去吗 总感觉这回就是最后一战了 路过奥德赛的时候 被询问是否找到线索 伊索却说是有些头绪 相信在不久后便能解决 又告知去叫一下诺奈一起吃饭 来到房门前敲了敲 便推门而入 可就在他进门的瞬间猛然瞪大双眼 那件服饰就算是死他都认得 但又转念一想这也不对啊 这个时间点不应该啊 可这个距离就算是转头就跑也来不及了 于是伊索猛地冲上前 从身后抱住屁股 他想知道为什么不放过他 年复一年 当初他就应该死都不同意那个神 签订什么答辩契约 把人当傻子耍好玩吗 今天就是死 也要和那个神好好讨个公道 可在伊索这一顿操作下 对方却并不回击 反而是想逃跑 于是一把扯过他的黑袍 但另一所没想到的是 对方可能是买得大一码的 一下就扯飞了 但他又怎能管这些 现在满脑子都是拼命 直接从后方发起进攻 而伊索这时还没意识到 眼前黑袍女子正是诺娜 满脸问号回响的伊索说的 无论发生什么都是命中注定的 难道他的意思是 命中注定要对我做这种事 莫非早就对他有这种想法了吗 也就在这时伊索扑了上去 因为他已经不想再逃避了 被放倒的诺娜躺在地面上 蓝蓝开口可以哦 如果是伊索大人的话可以 但以后可要好好负责 也就在诺娜开口的 瞬间黑袍中的伊索 顿时停止了猛烈的进攻 什么责任 等一下 这声音怎么听上去有点耳熟 赶忙将黑袍撩起 在当他看到白花花的两坨脂肪时 瞬间满脸通红 诺娜怎么是你 为什么你不穿衣服啊 这不开口还好 一开口差点给诺娜CPU干冒烟 难道衣服不是他自己扯走了吗 起身冲了上去大喊 伊索 你这混蛋